第661章五宗 月城之中 风云际会 各方势力都在陆续地由天南战狱四方带来 许多人都不想在此凶险之地待上数年 一些身处远古遗迹或正直闭关的修者 却只得等待下一次机会 不过 不管在战狱滞留多久 到了一定的修为 月宫的修者 便会让其离开 一面扰乱此间秩序 大战在即 此刻 各方势力的修者 都在进行着最后的冲刺 企图有所突破 以增加几分底蕴 月城的一间屋舍之中 一个青年紧闭的眸子 盘坐于卧塔之上 身前有着近千颗散发着浓郁元气的金石 呼 青年丹田之间 气旋如海可纳百川 那灵光灿灿的金石在这气旋的吞噬下 不大一会 纳上千颗金时光芒逐渐暗淡 在一个时辰后 彻底失去了光泽 嗡 金石的光芒暗淡后 青年紧闭的眸子眼皮先动 眸子睁开 在轻吐了口气后 不由丑了一眼 旁边所堆着那些光芒暗淡的金石 轻轻叹了口气 这些金石 所蕴含的元气还是不够浓郁 要想凭此有所突破 可没有那么容易 随着青年眸子睁开 一条金光灿灿的小龙 便出现在了他的肩膀之上 看来还是得寻找那些元气极其浓郁的元气灵脉方可有所突破啊 这青年 自然便是寒雨了 他在此也闭关修炼了近一个月 兜里的元金石耗费了十万之多 却依然只是勉强稳住了第四道天府敬罢了 汲取了诸多灵芝 炼神一道也停滞在神须小城巅峰境 难以寸境 你也不必介怀 虽说这种元气灵脉极少 不过 月宫那种势力想必还不算稀罕 不然他岂有底蕴 统御天南十二大宗派 九言天龙淡淡地说道 也不知 这月城现在有什么好东西 谭宇豁然起身 眸光炒了一眼雾外 耸了耸肩 便推门而出 由于 各方势力有着许多修者都即将离开月城 众人在战狱中获得的宝物 当中一些难以用上意或一些不知有何用的东西 便成为了众人置换之物 虽然这些东西 多半是些低级之物 不过当中也有着一些遗漏下来的宝物 是否能逃着旧的看个人的眼光了 走出所居所 眸光一转 就看到了正准备出去的梅小小等人 韩师弟 你也要出去吗 见到韩宇 梅小小抿了明嘴唇 略为�愁蜂 还是主动开口道 恩 韩宇贪了贪手掌 瞅了一眼 梅小小旁边的几人 说道 你们打算出去 一直男友突破 眼看比赛将到 就要离开这里了 我们就想着去外面逛逛 旁边的陈武 韩梁坤等人 略带苦涩地说道 那我们一起走吧 韩宇耸了耸肩 笑道 在这里没有机缘 要想突破 难如登天 现在华天门几十名修着也就只要那张蜜蜂及少雷一直在苦修罢了 众人一路上有说有笑 似乎基于韩宇多次的力揽狂澜 大家对他话语间都极为客气 就连那几位弟子都不时带着异样的眸光 偷偷地瞅着他 这样的旁边的师兄弟羡慕不已 不过没小小几两位师妹也是知道些什么 见韩宇不主动示意 也不敢太过表露出什么 就这样 不大一会 随着人流的增加 众人便来到了一处宽阔的大街上 那些喧闹的人流声 也使得众人的交谈停止了下来 开始向着街道两边扫尸而去 街道两边 此时已经摆满了各色各样的摊位 此间摊贩龙蛇混杂 不仅有着五大势力 各大王朝的修者 就连十二宗亥也是有着不小修者 在此贩卖着自己一些无用之物 在向着四周扫尸了一番后 画天门的修者三五成群的都向着旁边的摊位去搜寻着各自想要之物 一些人也顺便 将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在旁边兜售 街道两边 人流涌挤 各方势力的修者似乎都趁着这最后的几天来此闲逛 当中韩宇也是遇到了许多就是极有过恩怨的修者 如恋陈宗天雷门的修者 不过众人都有意避开 似乎不敢触其锋芒 在经过应该搜寻后 韩宇也拿出一些物品置换了几件东西 此刻手心正掂量着一件 锈机斑斑的东西 这东西 看不出还挺有着分量的 此物有着砖头大小 上面的锈机却占据了大半 上面便没有一丝精力的波动 并非什么领保之类兵刃 不过 这东西掂量在手里 那份重量 确实有千斤 显然不是普通的铁块 希望 这东西真能有些用处吧 韩宇颠了颠手掌的铁块 便将之收入了储物袋中 韩师弟 你可寻得了什么的新之物 画天门几位修者 便向着此间缓缓走来 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 韩宇摊了摊手掌 说道 呵呵 看来 此次是男友收获了 陈武汉等人甩了甩头 说道 咦 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前方的街道突然传来 一阵喧嚣之声 却见一群簇涌在一起 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是武宗的修者 陈武汉瞅了瞅前方簇涌的修者 说道 武宗 韩宇眉头一挑 不由有些好奇地向着那修涌所在瞅去 这一路行来 他可谓遇到了诸多门派的修者 不过这据说在十二大宗派实力较强的武宗 却一直未曾遇到 武宗的修者 看上了一个女修者 一直纠缠不休了 旁边的眉小小淡淡地说道 不过 在这月城 倒是没有人敢怎么样 那是 韩宇淡淡地扫尸了一眼 前方修涌的修者当他不以为意地将眸光收回时 赫然看到了 一些熟悉的面孔 怎么 你认识他们 北小小淡淡一弯 问道 曾经倒是有过交集 韩宇笑了笑 说道 曾经有过交集 北小小说道 看来韩师弟有过交集的人还不少啊 韩宇耸了耸肩膀 正犹豫是不是要上前看个究竟之时 一道毫不客气的冷喝声突然响起 给我让开 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一个少女的立喝声 突然响起 旋即一股可怕的元气波动 飓风一般肆虐而来 让得附近的修者都是只觉呼吸一致 好强悍的气势 这丫头 应该达到五道天府境了吧 旁边的陈武汉等人都是忍不住砸了砸舌 惊诧道 没有想到 那些看似柔弱的丫头 竟然有此气势 那武宗的人可痴憋了 不过 那丫头也算是貌美如花 加上如此实力 倒是和那武宗的郑武员颇为匹配 那郑武员可是武宗近来最为得已的弟子 据说前些十日 在一处遗迹之中 一举斩杀了六道天府境的妖兽 这次月宫的腰牌 必将落入他的囊中 附近的人本来都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对于簇拥的人群便不怎么在意 可突然传来的气息波动 顿时引来了不少修者的注意 议论之声也是随之传出 呵呵 两师妹何必动怒了 在人群之中 一个身穿静装 身形结实的青年 嘴角微微抽动 旋即笑道 还不让开吗 就在众人纷纷议论了起来的时候 一道凌厉的剑气泥漫开来 少女的怒喝声再次响起 似乎怕惊动了月宫的修者 那名净装男子挥了挥手 是以旁边簇拥成群的修者让开一条道 此人 蒙眉大眼 正是武宗的得利弟子 郑武元 他模样也算英俊 那一身深不可测的修为使得他成为瞩目般的存在 引得不少少女轻慕 只是对于面前这少女 却似乎没有多大的杀伤力 我们走 少女眸光冰朗 玉手一挥 旁边几位略露雀雀的女子紧随着他匆匆离去 郑师兄 就这么让他们走了吗 旁边一个青年 略带火热地瞅了一眼 那几位离开的少女 说道 来日方长 你急什么 郑武元也模为咪 凝视着那道倩影 说道 他此次多半能获得进入月宫的名额 到时我只要和他拜入一门 还怕没有机会吗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逃得出我的手心 郑武元争鸣一笑 我郑武元看上的东西 可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几位少女怒气冲冲地挤出人群 可是气势让得附近的修者都不由自主地让出一条道来 似乎生怕惹到了那位即将暴走的少女 梁师妹 那家伙似乎不会善罢甘休啊 一个少女 偷偷地瞅了一眼身后 武宗那些不怀好意的青年 说道 若是惹着了我 大不了将他一剑劈了 少女眸光毫无感情色彩 冷冷地说道 咦 那是 就在几人气急败坏的时候 几人的脚步突然一致 眸光惊呼道 韩师兄 看来 你和他们的关系不简单啊 眉小小望着那几位气急败坏的少女 一副心花怒放地将旁边的青年给盯着 顿时甚不适滋味 淡淡地说道 陈武汗等人也是满心怪异地将韩宇给盯着 实在难以明白 为何先前还冷若冰霜的少女 在见到后者后情绪反差会这么大 难道 他有着什么特殊魅力 能迷倒万千少女 陈武汗等人摇了摇头 玄机也是满心好奇地向着 那几位满心雀跃向此奔来的少女瞅去 第662章风波 月城 最为繁华的街道上 原本喧闹一轮声消散 空气也是随之凝固 只见一道道错愕无比的眸光 带着满心的好奇向着街道边上的一个青年瞅去 韩师兄 秋冬儿满心欢喜 向着前方的青年跑去 笑容满面似乎已经忘记了 先前被武宗修者纠缠的部分 呵呵 是秋师妹啊 望着那冰冷退去 满心热情的少女 韩宇笑了笑 也是迈不迎去 秋师妹 叫得这么亲热 陶灵轩结旁边的一位少女 嘟囔着小嘴 满心不喜地嘀咕着 走吧 眉小小带眉也是不由醋了醋 玄机略带酸异地说道 或许人家可不止这关系了 我就知道你会来到这里的 秋冬儿雀跃地蹦跋到韩宇身边 拉着她的胳膊 满心欢喜地说道 见到了你真好 你们什么时候到月城的 韩宇笑了笑说道 来了好些天了 本来打算去见你 可是打听到了你在闭关 所以也就没有去贸然找你了 梁东儿嘟着嘴 说道 那眼角余光还不由瞥了一眼身后 竟是委屈之色 韩宇顺着她的眸光瞅去 是知道这丫头为何有此神色 当下苦涩一笑 也没有多说什么 韩师兄好 百花门的几位少女 向着那梁东儿诡异一笑后 向着韩宇问道 怎么不见你们大师姐了 韩宇笑了笑 礼貌性地说道 我们大师姐在闭关了 怎么韩师兄想她了 一位少女眨了眨眼睛 怪笑道 被几位少女这般 颇决暧昧语气问着 韩宇略显尴尬 打也是 不打也不是 怎么 韩公子不好说啊 是不是怕我们冬儿妹妹吃醋啊 嘖嘖 旁边几位少女 颜嘴一笑 眼角的余光 确实暗暗瞅了一眼旁边的梁东儿 韩宇本想调笑两句 可想着她身后的同门后 不由得摸了摸鼻尴尬一笑 去 少在这里平嘴 梁东儿瞪了一眼 几位起哄的少女说道 几位少女做了个鬼脸 似乎有些畏惧现在的梁东儿 也不再拿她来取笑 韩师弟 这位是 梅小小走到韩宇身边 瞅了一眼百花门的几位原少女 旋即视线落在梁东儿身边说道 呵呵 这是百花门的一位师妹 叫梁东儿 韩宇笑道 各位师姐好 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叫梁东儿 梁东儿翘脸泛起一抹红霞 松开拉着韩宇的手臂 说道 你好 梅小小丑了丑 梁东儿略显不自然地说道 梅小小 化天门弟子 哦 百花门的师妹 这关系可够轻的啊 旁边的桃林轩嘟着小嘴 贴了一眼 梁东儿说道 却不知 诗诗师妹 知不知道这事 人家韩师兄在这里此风花雪夜 不知认了多少俏理师妹 只怕已经不记得诗师妹妹了吧 另外一个少女也是附和道 几位同门 这么阴阳怪条地说道 让韩宇顿感头疼 解说道 诸位可误会了 韩师弟也不必解释了 乘武韩上前一笑 说道 道士 说说你们怎么认识的 是啊 韩师弟可是挺受人欢迎的啊 孟平等人也是上前笑说道 他们或多或少 也是知道 在地凌峰韩宇有着一位绝世佳人的红颜知己 也是如此 使得当初门中许多对其倾慕的女子都望却步 此时 陶灵轩等人见到 韩宇和一个少女这般亲密的称呼着 都感到一阵不愤 要知道 这墙角这么好弯 他们早就该动手才是啊 不知阁下 如何称呼 就在陈武韩等人喜哄之时 一道却略带质问的冰冷话语 突然压过众人那呼声 落在耳迹 武宗的人 陈武韩等人不再喧哗 眸光一沉 便看到有着十几位脸色不善的青年 正向此缓缓走来 为首一人 正是郑武员 现在的郑武员 很不高兴 先前他还以为那冷若冰山的梁冬儿 对任何人都是这副态度 可这刚一冷眼对自己 眨眼间 就和另外一个男子 亲亲我我 这叫什么事情 这绝对是轻蔑无事 乃至对尊严的践踏 作为武宗近年来最为出色的弟子 却被这么一个名不经传的青年给比了下去 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如何让他的颜面挂得住 武宗修者的突然到来 使得画天门那些喧闹戏虐的气氛淡然无存 对于前者那一副要债的模样 他们也感到颇为不愤 讨厌的家伙 梁冬儿带眉一簇 白了一眼正五元 玄机本能地缩到了韩宇的身边揽住那坚实的肩膀 这才得已输了口气 百花门那些女弟子的表情在此时也显得颇为的不自在 在吵了丑政五元等人那不怀好意的笑容后 也是不由向着韩宇的身边靠了靠 呼 接到两边的气氛顿时变得极其诡异了起来 附近的修者 越聚越多 任谁都想知道 被如此无事之后 那政五元可否找得回场子 与此同时不少人对另外一个青年也甚感好奇 不知此人有何魅力 能使一个少女对那武宗天才弟子不屑一顾 对其却小鸟依人般温顺 武宗修者突然地到来 使得韩宇的脸色也是阴沉了起来 灵力的眸子略扫拾了一眼正五元 玄机眉头一扬 淡淡地说道 我是谁 与你有关系吗 小子 你算哪根葱 我们正师兄和你说话 是看得起你 你嚣张什么 武宗一位青年趾高气扬的喝道 政五元脸色冷漠 微微仰手 嘴角尖擒着一丝冷笑 趾高气扬的盯着韩宇 似乎在以此显示他的地位 我是哪根葱 只怕还轮不到你来质问 韩宇眸光一寒 一股凌厉的精力压迫 如利刃一般 直射那位青年使得他心神一颤 谋路恍惚 小子 你敢动手 简直是找死 武宗几位青年冷喝一声 顿时剑拔弩张 一副要大打出手的模样 那名立生呵斥韩宇的青年 眸光阴森 略带着一丝怨毒之色 只是却不敢贸然妄动 韩宇虽然没有伤及心神 可那股炼神者奏然释放出来的气势 在猝不及防下 依然让得他心有余悸 我有动手吗 韩宇冷笑道 连一点气息压迫都受不了的话 你们还是龟缩在屋里 莫要出来的好 免得被别人震破了胆 对于这些武宗的人他便没有好感 他也犯不得给对方好的脸色 若不是碍于月城的规矩 那名大呼小叫的青年 练神者 郑武员眉头也是不由皱了皱 随后嘴角擒着一抹冷笑 只怕你这点实力 还容不得你在此放肆 怎么你们想动手 韩宇眉头一扬 说道 据说月城有着一规矩 双方立下生死状 倒是可以进行一战 月宫的修者也会将 知识为修者之间的切磋 郑武员便没有急着动手 眸光一凝 淡淡的扫尸了一眼 陈武涵等人 旋即视线落在梁东尔身上 与其有些冰冷地说道 梁师妹 一直是在下为无物 只怕就算因为这小子吧 是又怎么样 被郑武员这般如恶狼一般盯着 梁东尔醋了醋眉 旋即把心意横喝道 虽说现在梁东尔实力已经不弱 可在内心处依然如同一个小女人 对于那些外来的侵犯有着几分恐惧 尤其在郑武员这种实力 也是深不可测的修者觊觎下 哪种不安比起常人还要多几分 那么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郑武员缓缓缓地收回 那犹如恶狼般的目光 一字一句地说道 冰冷的话语弥漫开来 使得附近的气息森寒无比 远在百丈之外的修者 似乎都感到了一股无形的杀意在蔓延开来 以梁东尔身形一颤 谋路惊慌 凭你 只怕还没有资格对我说这句话 韩宇拍了拍那谋路惊慌的梁东尔 丝毫不具地说道 郑武员眸光锐利如刀 似乎要将韩宇看个通透 稍许后 眉头微微挑动 淡淡地说道 不久后 你就会知道我有没有这资格的 郑师兄 竟然这小子向你提出挑战 你不如就此将他解决了 武宗一个修者 说道 郑武员眸路愁躇 是才那一眼 他在对面这个青年身上感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却是未能将之看个通透 看似似到天附近 却有着让武到天附近都为之胆颤的气息波动 那不是武宗的郑武员吗 他在那干嘛 嘿嘿 据说他看中的一个女子被人抢了 现在双方正剑拔弩张了 对方提出了决战 估计要打起来了 武宗的郑武员 据说他前些十日才斩杀了六道天附近的妖兽啊 谁这么不长眼 竟然敢抢他的女人 谁知道了 附近的修者 越聚越多 好奇之下 那富尔议论之声 犹如那蚊子嗡鸣一般 在耳边响个不停 一些听过郑武员名头的人 在得知此事后 那好奇之心顿时大涨 就此簇涌在一旁 远远的看着一出好戏 连六道天附近的妖兽都陨落在这郑武员手里 抢他的女人 这不是找死吗 斩杀了六道天附近妖兽 这小子 可是遇到了印查啊 抢别人女人也不知道悠着点 这小子 真是找死啊 刹时 就连附近一些 不知郑武员之名修者 也是不由为那青年捏了把汗 韩师兄你 梁冬儿心头狂跳 有些紧张的丑相韩宇 似乎在询问着什么 没事 一切由我 韩宇淡淡一笑 拍了拍梁冬儿的肩膀 将知青送到一边 旋即缓缓抬头 瞅向郑武员无所畏惧地说道 若是你要现在进行一战 在下奉陪 第663章震撼的消息 街道之上 来往的修者不断地向着一处人群簇拥的所在走去 当众人听得其中原由后 都不由得满心戏虐地向着场中的两个青年瞅去 这小子是谁 竟然还敢向郑武员叫板 真是难得一见啊 他们好像是画天门的修者 画天门 有人惊呼到 据说他们前些十日在城外和天雷门一战 出了个狠人 连斩了几位五道天府境的修者啊 瞧画天门这几位修者气息不过四道天府 应该纳得狠人不在这里吧 怪不得他们有此底气 想来是占据着门中有着强者在 不过他们也不看看 那政武员可不是普通的五道天府境修者 那家伙 可是斩杀了六道天府境的妖兽啊 是啊 妖兽的体质之强悍可不是人类可比啊 街道之中 一片喧哗之声 顿时沸腾而起 众人越说越来劲 对于这种即将上演的好戏马自然是少不得调侃两声 原来是画天门的修者 政武员冷冷一笑 说道 你可想好了 你我可是生死决战 若有死伤可别怨在下 我还怕你们赖皮了 见政武员那一副狂傲的模样 寒语眉头一挑 淡淡地说道 哼哼 这小子真是不知死活 竟然敢挑战郑师兄 我看你今天怎么离开这里 见到寒语这般有恃无恐的模样 武宗的修者阴森一笑 便不以为意 他们可是亲眼看见了政武员一举即被那六道天府尽妖兽的震撼一幕啊 不过就在武宗的修者 开始主动让出一块空地 准备让政武员出手之时 耳机传来的惊呼声 确实让了许多人 眼角不由抽动了起来 那眉宇间也是露出一抹惊叉 那是寒语 他怎么在这里 寒语 他就是那斩杀了天雷门两位武道天府境的家伙 不错 却见街道边上有些修者赶来 想来是当初在原处见识到了寒语斩杀天雷门修者的情景 原来 你就是寒语 怪不得敢如此张狂 政武员也是略露惊叉 现在想来 也知道为何会在这青年身上感到一股危险的气息存在了 相比格下 我想我已经够低调了 寒语手指轻弹了弹衣裳上的灰尘 伸了个懒腰说道 你到底要不要一战 若是不要的话 小爷我可要走了 我可是忙得很啊 斩杀武道天府境 政武员眉头一弯 某中略过一抹凝重 暗暗打亮着寒语 在后者身上他感觉到了一股危险的味道 那种感觉就像是独狼遇到了同类一样 看不出来 这小子竟然连斩了几名武道天府境的修者 想必也是此次一名凶人啊 斩杀武道天府境 算什么 这政武员可是斩杀了六道天府境的妖兽 这可同日而言吗 简单的议论之声 在众人的讨论下 却成为了两方的争执 韩师兄应该能应付武宗这家伙吧 望着那摩光阴森的政武员 梁东尔及百花门的修者 都是戴眉景簇 不过在见得韩宇那一副处变不惊的模样 那可芳心这才得以略为放松 韩宇凝视着政武员 毛子深处也是有着一丝警惕 似要将之看各通透 能一举斩杀堪比六道天府境的妖兽 如此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想来也是有着什么特殊的手段 不然五道天府境的修者可没有这般能耐 据说当初天雷门及灵影门的六道天府境修者也在 可这小已然能在他们手下杀人 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啊 政武员丑了丑韩宇 泥南自语 表情显得颇为谨慎 稍许后眉头一跳 脸色奏变 他能安然而退 莫非是连六道天府境的薛允都不敢与之争锋 虽说政武员自命不凡 可也是个身经百战之辈 知道阴沟里翻船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 故而在听的韩宇之名后 不由显得有些警惕了起来 至少也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我说他们若一战 必然是那政武员胜 据说他可是得到了武宗的真传 实力非同凡响 然说 当初化天门陷入危机 被天雷领影劫杀 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 可是斩杀了两名武道天府境的修者 及神须小城巅峰的强者 还几乎是秒杀 我看他的底蕴之丰厚 也是难得一见 可政武员那是斩杀了六道天府境的妖兽 二者能比吗 在韩宇和政武员对持之时 争论之声 越发激烈 双方大有面红耳赤 要大打出手的迹象 斩杀六道天府境妖兽有什么了不起 那小子还斩杀了六道天府境的修者了 终于一声力和声 在街道旁边一个憋得满脸掌红的修者口中吐出 此人身穿蓝衫 年纪二十出头 实力不过四道天府境 却不是任何门派的弟子 蓝衫男子的话语 顿时犹如一块巨石 激起了牵重浪 原本喧闹的街道 在此刻 突然诡异的安静了起来 什么 他斩杀了六道天府境的修者 你怎么知道 蓝山青年旁边顿时一个身形销售的青年 声弱惊雷 满脸震惊的问道 刷刷 刷实 所有的人都将眸光向着那个蓝山青年瞅去 要知道六道天府境 乃是奥义修者的一道瓶颈 许多人数年也难以有所突破 在天南战域 平日难得已见 六道天府境的修者 饶是那些上一届滞留在此的弟子中 都是凤毛铃脚般的存在 可就是这等存在 却被此界的弟子所斩杀了 实在有些骇人听闻 斩杀了六道天府境的修者 郑武元眼角一颤 那眉头也是不由弯了起来 有些诧异的向着那名蓝山青年瞅去 韩师弟斩杀了六道天府境的修者 怎么我不知道此事了 程武韩等人也是眉头一弯 在略为惊叉的瞅了一眼寒雨后 便将眸光落在了那蓝山青年身上 似乎想要看看 此人是不是无地放始 我当然知道 当初我就在场 突然被如此多的眸光给盯着 蓝山青年眸光略露且色 玄机挺了挺胸脯 说道 我们北盟的尹盟主就是被他斩杀了 不信你问他们 说完这蓝山青年指着街道边上 几个畏畏缩缩的青年说道 北盟的尹盟主是被这小子斩杀了 据说那尹建成可是货真价实的六道天府境的修者啊 怎么可能 北盟势力如此大 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让人将他们的盟主给杀了 蓝山青年的应成声 便没有使得那喧闹的惊诧声有所止息的迹象 反而使得此间的气氛更加沸腾了起来 此话当真 众人愣了愣 玄机向着蓝山青年指着的几人说道 却有此事 旁边几位青年都有着二十出头 实力也都不弱 可此时那目光却是满脸雀雀之色 不敢靠向街道前方 似乎那里有着什么让他们畏惧的所在一般 呼 此言一出 众人都是不由倒吸了口凉气 略露玩耳之色 这小子竟然斩杀了六道天附近的修者 怪不得这般有恃无恐 刷刷 无数道目光 带着复杂的心情将街道中的青年给盯着 信悦不在 有的是满心的敬畏 这小子 真是个傻心 竟然连影剑城都被他杀了 还好当初没有贸然出手 不然还真难以预料结果 在街道不远处的一处高台之上 薛蕴及几位天雷门的修者 凝视着下方那热闹的街道 尼喃道 韩师兄 你真将那北盟的尹盟主给杀了啊 梁东尔大眼睛眨了眨 满脸惊叉地说道 韩宇淡淡一笑 点头默认 他竟然真斩杀了六道天附近的修者 那么说来 实力和正师兄有得一拼了 随着韩宇的默认 武宗的修者 一个个都傻了眼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淡定 要知道 奥义修者断飞速度极快 若真要斩杀此等修者 必须速战速决 不然对方要逃 除非你实力超然 否则将难以办到 可现在 一个低阶修者却将此等修者斩杀了 可想而知 对方的实力之强远非常人所想象 一人斩杀了六道天附近的妖兽 一个却斩杀了货真价实的六道天附近修者 这次他们可谓是两雄相遇 却不知谁才是那最终的王者 附近的修者 满脸齐学的等候着郑武员的抉择 这两人无疑是此次年轻弟子中的顶尖存在 二者相遇 如此一战 可是难得一见啊 郑武员愣立于原地 迟迟不语 那脸色越发显得凝重了起来 从现在得到的资讯来看 已经完全可以确定自己为何会在这个青年身上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了 战与不战 一时让郑武员愁愁不绝 郑武员虽自负 却不喜欢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现在角逐站在即 此时一战若有何损伤 就算胜了 只怕也难以在角逐站之时夺得月牌 到时可是得不偿失啊 三天后 就是月宫五年一度的天南年轻弟子角逐之战 若是有幸在最后关卡相遇 一战不迟 郑武员略为愁愁后 说道随时奉陪 谭宇略为沉思 也知道对方之意 若是现在落下个重伤 因此失去了月宫的名额 此行可就算是功亏一篑了 后会有期 郑武员瞅了一眼梁东儿 某路复杂之色 玄机拂袖一挥 便带领着武宗的弟子 就此退去 我们也走吧 谭宇淡淡地瞅了一眼郑武员 玄机便就此离去 第664张天眼之经 看来这两个家伙 都是不是莽夫啊 希望我们不会和他们相遇吧 在韩宇集政武员离开此地后 接到附近一些 关注此时的武道天附近的修者 知道无法轻易地坐收渔翁之力 不由叹息一声 就此离去 走出喧闹的人群 韩宇和梁东儿等人略为叙旧 便就此各分离 望着那几道离去的倩影 陈武韩等人可谓羡煞不已 韩师弟百花门那冷若冰霜的师妹 竟然对你如此热情 你可以啊 孟平等人信悦道 先前梁东儿对政武员那剑拔弩张 不屑一顾的时候 可是犹如千年寒冰啊 只是我当初曾经救过他一次 所有关系略好 便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韩宇无奈地耸了耸肩说道 旁边梅小小等人 一脸不愤 抿了抿嘴唇想要说些什么 却还是咽了下去 对了 韩师弟 你可是真能瞒啊 陈武韩说道 斩杀了六道天府的修者 我们却丝毫不知情啊 这有什么好说的 在这你们也没问啊 韩宇耸了耸肩说道 那你有信心战胜那政武员吗 孟平说道 他似乎底蕴也不弱啊 说到这里 梅小小等人都是露出满脸担忧 没有一战 谁也说不准 韩宇眸光一宁 说道 如此说来是没有必胜的把握了 众人心头一紧 谋路优色 你们放心 他要胜我可没有这么容易 韩宇笑了笑说道 一切到了角逐之战时 便可揭晓 见到韩宇依旧淡然 一副天塌下来也砸不到他的模样 陈武韩等人想要说什么也咽了下去 韩宇急政五元 前剑拔弩张力下战约的事情 很快就传遍了各方势力的耳中 众人对此也甚感期待 不知最终二人会露死谁手 月华洒下 韩宇如无其事地呆在屋里 手里把玩着一块拳头大小的金铁 此铁银滑如洗 就像一块美玉 可颠凉在手里 却重于千斤 一股温润之气好像 一弯温泉流遍心间 让人爱不释手 这赫然就是韩宇当初在交易市场中 所置换的那块锈鸡斑斑的废铁 锈鸡驱除后 遗留下来的精华部分 为此 他可是足足花了几个时辰 才将那些锈铁以蒸火淬炼为灰烬 所得剩下的精华 望着韩宇手掌出现的神奇金石 九颜天龙也是忍不住掠出火胎 小毛子金光灿灿 扫尸一番后 惊诧道 这莫非是那天眼之惊 不错 韩宇嘴角一瞧 笑道 这天眼之惊乃是天地铁之惊 字眼而成非一般金铁可比 往往就是数千个金体铁矿卖 也无法孕育出一块 此物 由于是铁中之惊孕育千万年而生 埋藏于金体之中 常人难以分别 再者 它表面的那些金体也是坚硬无比 常人无法将之破除 当初此物的主人会将之贩卖 就是无法将之破除 也不知是何物 只当它一块普通的金铁罢了 也是韩宇有着极其精纯的先天真火 一般人就连表面的那手机斑斑的金铁 都无法除去 你怎么发现此物的 九颜天龙有些疑惑地说道 这东西毫无气息波动 自然不是我发现的 韩宇耸了耸肩旁诡异一笑 是那东西 九颜天龙眸子一眯 说道 正是剑灵告知 不然这么一块金铁 我可不会收入囊中 韩宇笑了笑说道 剑灵 九颜天龙挥了挥小爪 疑惑道 这天眼之惊 有着一丝灵气 乃是练制法器 灵宝的绝佳之物 难道你要练制法器 这东西虽然可以练制法器 不过我却没有打算将之练制成法器 韩宇说道 那你要拿来干什么 九颜天龙眸鹿沉思 玄疾说道 莫非是那家伙 不错 韩宇说道 剑灵虽是无形之物 却也是有了灵制的存在 一个生命体的雏形 现在的他灵制出城 还太弱了 一旦和人交手将损及根基 这天眼之惊 正好为其炼制成一剑驱攻其寄存 如此在对敌之时 他便等于多了一剑铠甲 战力可是将得到极大的提高啊 当初剑灵在汲取了剑塔前方的磅驳建议后 实力有所提升 可是在骨魔的重极下 却损耗极大 若那时 他有剑驱护灵的话 也就不会受到如此的重创了 将此物链制成剑驱倒是不错 九颜天龙也是点头称是 玄疾 鬼笑道 呵呵 若是这东西的此壁户 往后龙爷也可以少费歇手脚了 剑灵的实力弱势得以稳定提升 以后必将成为韩宇的一大杀手锏 对于他们的整体战力将有着极大的提升 他也可以不用老是动用本命龙岩拼命了 不过 炼制剑驱可视的阴神静修这方可为之啊 韩宇颠量了一番手中的天眼之惊 说道 现在也只有将之收入囊中 以供他日所用了 来日方长 也不急着炼制此物 九颜天龙瘫了瘫小爪 说道 只要你踏入月宫 实力定然会突飞猛进 你对月宫这种事力 可有了解 韩宇问道 虽然我不曾与之有过交集 不过月宫既能统一天南十二大宗派 想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九颜天龙淡淡地说道 只有你的实力 不断提升方能接触到 那个强者如意呼风唤雨的浩瀚世界 强者如云 只怕就是那里吧 韩宇为谋为咪 一时心电念转 浮现出一道模糊的身影 在他的内心深处 一直有着一个梦想 只可惜 现在的他距离那一步 依然十分遥远 稍许后 韩宇平复心情后 说道 这次角逐之战 各方势力也就那阵五元值得注意了 大小子似乎有着几分底蕴 九颜天龙谋中金光略过 说道 若是他当真拼了牢底也要不顾一切和你动手的话 只怕有些麻烦 麻烦 谈语魔王虚空 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一次 月宫的名额 我是在必得 若有如阻碍 我当欲神诸神 欲佛杀佛 铿锵有力的话语 自青年的口中缓缓吐出 当真所蕴含的那股森然之意 让人不寒而栗 这一日 一日方生 一缕朦胧的光芒透过云层折射而下 似乎给那座古老的城池披上了一件 意义生辉的衣裳 修修 一道道破空之声 不绝于耳 无数道身形都向着月城中央的一个巨大比赛场地掠去 此刻就连那些一直闭关的修者也纷纷掠出 将视线落在了城中中心之处的一个巨大比赛场地之中 这是一座气势辉宏的建筑 犹如一个巨大的斗兽场 四面有着无数根杖许宽广的柱台 工人踏足观赏 一眼瞧去 气势颇为壮观 无数根具柱环绕成圈 正前方却是一座古老的殿羽围然而立 好像大山 站在柱台之上平视而去 一眼让人难以望到那殿羽的尽头 殿羽由青铜打造 好像一个战士毅力 正面有着无数个光芒灿灿的光门 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似乎可通向神秘的彼岸 带给人无限的希望和遐想 那些光门封印着静置 要想参加角逐之战 就必须的破除光幕封印 然后进入一个通道之中 这里通道无数 却相互接通 会遇到不同的修者 那月宫的腰牌 就在最后的通道之中 要想获得那月牌 就必须击败出现在同一个通道之中的人 走到最后 吃空之中 画天门的修者向着那巨大的比赛场地掠去 林飞给众人讲解着比赛的规则 如此说来 就算进入了最后的关卡 也要面临着旁人争夺月宫腰牌 孟平等人瞅了瞅那一道道弥漫着古老气息的光门 眉头一皱 问道 不错 月宫腰牌一共只有五十个 其中有着十个是紫禁腰牌 弱得此牌 并将成为两宫所重点培养的弟子 林飞解释道 那也将是竞争最为激烈的所在 若是你们实力不够 只争夺那普通腰牌便好 紫禁腰牌 谈与眸光一宁 嘴角泛起一丝冰冷的笑容 若得此牌往后进入月宫 也可以受到重视 所以这是他必争之物 简单的说 前面有着无数个通道 可是每前进一个光卡都将有两个通道的修者走到一起 彼此进行一战 胜者方可继续前进 和另外通道过关的修者 再下一个光卡相遇 如此淘汰下去 最后这些将通向存放着月宫腰牌的电雨 那将是最后的试杀 这注定将是一场血腥的角逐之战 要想前进就得踏着旁人的身躯前进 获得最后的荣耀 反之除非你认输 不然将隐恨于其中 呼带着满心复杂的心情 画天门的修者身形一略落在了 比赛场那些巨柱之上 等候着比赛的开启 刷刷 破空之声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 一个个修者 好像蝗虫一般从古城掠来 不过数息时间 比赛场所环绕的巨柱之上 就占满了修者 一个个心情澎湃 满心齐许的将前方青色聚电给盯着 好像那里有着他们通往彼岸的道路 让人向往 韩宇等人在扫尸了一眼 前方的聚电后 某光环是四周 咋一看去 也是不由一惊 这四面八方 汇集而来的修者之多 着实让人震撼 不过半刻中时间 这里就有着近千名 奥义修者汇集 磅驳的元气弥漫开来 使得附近的空气都有着沸腾的迹象 而且在比赛场外 还有着许多修者 向此不断赶来 这将是极其艰难的一战啊 梁坤等人不由叹息一生 第665章角逐之战 天南地区王朝百渝 小派无数 就算是每个势力都来十几二十个修者 都将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若不是有着许多修者 陨落只怕场面还将壮观 林飞向着旁边的韩宇等人说道 众人唯唯点头 这里不仅有着此次参加比赛的修者 还有着上一届滞留在此的人 二者相聚 自然造成了如此气势 恕我直言 若是诸位未到四道天府境 有着一定的把握力败群雄 这角逐之战 还是莫要轻易参加的好 林飞颇有感触地说道 若是为此丢了性命或损及根基可将得不偿失啊 孟平等人深吸了口气谋碌愁愁 至于陈武汉等人却是气定神贤 想来心中早已经有了决定 见到诸位失地愁愁的模样 林飞也不多言 附近的修者越聚越多 不仅十二大宗派的修者 多数到齐 就连五大势力那些上一届的修者也是落在一旁 想要看个热闹 汉宇站立在铸台上 依稀可以感觉到有着诸多异样的眸光向着自己投来 当中有着畏惧也是怨毒 不过对此韩宇一概视若无睹 对于他而言 获得那月宫的名额才是唯有关心的事情 这不仅关系着他的前途 还牵引着他身边的人 韩师兄 稍后若是我们遇上了 你可要留情啊 百花门的黄灵儿带领着门下弟子落在 韩宇旁边的铸台上 嫣然一笑说道 呵呵 黄师妹 实力有所提升 这里可没有几人是你的对手啊 韩宇善善一笑 和他们寒暄了几句 若是真遇到了他们 留情自然会 不过确实不会让步 黄灵儿等人也是这个意思 就算无法夺得名额 真遇上了 一较高下后 点到为止 也不失为君子之争 不过 就在韩宇和百花门修者 相谈甚欢的时候 依稀有着几道刺眼的眸光向此掠来 是郑武元 旁边的陈武汉等人眸光一宁 瞅向不远处的铸台说道 只见 武宗的修者 在郑武元的带领下 落在一处镇柱之上 在他旁边赫然还有着一味气息不弱 已经达到了六道天附近的修者陪同 想来也是武宗上一届驻留下来的修者 此时郑武元等人在扫尸了一眼四周 在乔的韩宇和百花门的修者关系密切 不由头来怨毒的眸光 当中依稀有着杀意引路 若你要找死 可别怪我下手狠辣 韩宇冷冷的瞅了一眼正五元 心头呢喃一句 也不理会此人 此人 有些麻烦啊 黄灵儿似乎知道他们之间的恩怨 但没一蹴 说道 在黄灵儿旁边 有着一位 漠然不语 却气息不弱的女子 此时也是不由露出一丝忌惮之色 说道 这人的实力已经远非六道天附近可比 若是你们遇上了 可有些棘手 走着瞧吧 韩宇淡淡一笑 也便没有多言 嗡 突然 比赛场的虚空 泛起一阵涟漪波动 一股强大的压迫 好像距山一般压下 让人难以喘息 这人的气势蔓延而下 附近的空气突然凝固 就连那些叽叽喳喳的修者 也是闭上了嘴巴 静若寒蝉 猛然抬头 某路敬尾之色 似乎在迎击神明降临 浩墙的气势 这就是月宫的修者吗 他们都长什么模样了 只见 虚空之中 几道身影犹如鬼魅一般漠然显现 长袍随风舞动 意味飘飘 好像着仙灵尘 呼 四名男子好像凌空踏波 不急不缓地向着 比赛场中的两个高达十丈的铸台之上 锐利的眸光 扫尸四方 好像俯视众生避逆天下 嗡 被这几人扫尸在身 众人只觉头皮发麻 好像连骨子都被对方看透了 一种弱者面对强者的无力悄然滋生 各自一名练体修者 一名练神修者 实力只怕仅次于功夫晋即因神境 看来这两宫还是有着几分底蕴吗 谈与谋光无所畏惧 淡淡一笑 尼南道 这宁府成功的功夫晋修者 在画天门也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除了那些归影在门中山巒之中的 他仅知道掌门和风是功夫晋 那下山是阴神境 这可都是画天门的顶级人物啊 在画天门 六道天府境就可以获得长老殊荣 可岳光这几位即将踏入宫府境的修者 却被派来担任这等苦差 可见他们抵运之强悍 这就是岳光派来此地的修者 他们每五年一轮换 在这次比赛之后 也将回到岳光 随后派来另外的弟子来此坐镇 林飞向着旁边的韩宇等人小声说道 四名修者 星月宫及邀月宫的两名 在他们衣袍之上 也是修者相似 却有别的违章 星月宫修者乃是以星辰环绕一轮弯月之绣花为违章 邀月宫却是一轮圆月 四普照黑夜的宝石 有着滑光灿灿 显然是用特殊的材料修成 星月宫的两位修者模样俊逸 长发竖冠 两缕并法随风舞动 长袍舞动时飘逸出尘 有着一股别样的气质 分别鸣 沈 和孔 邀月宫的修者 却已高达丈二 身形消瘦 一双锐利的眸子违线 似乎时刻都有着一股 让人不寒而栗的光芒迸发而出 让人不敢与之直视 此人赫然是一位恋神者 已经达到了神须巅峰之境 邀月宫另外一位 却显得颇为壮实 身形不矮 却略显肥胖 敦厚的外表之下 却有着一股可怕的气息 若隐若现 眉与眨洞间 气息引动天地 显得高深莫测 让人不敢小觑 他们年纪也不过二十好几 身形高大的修者 名为蒋利 胖的叫邹青 人数都到的差不多 角逐之战就开始吧 清月宫那名单凤眼的沈姓男子 扫视了一眼四周 随后向旁边邀月宫的两位修者 说道 既然如此 便开始吧 蒋利眼皮先动 淡淡地说道 呼 说完 蒋利吉那名审幸修者 首决掐动 一个悬傲的法印 瞬息结成 旋即便向着他们所立的铸台没入 嗡 法印没入正台之中 整个比赛场 突然光芒暴涨 一片绚丽的光芒好像巨腕一般倒扣而下比赛场与附近的镇柱隔断 一股元气波动扩散开来 顿时在附近掀起一片涟漪波动 一些修者 身形战动 直接被先飞树杖之远 这是什么 好磅薄的气息波动 众人谋路惊诧 有些好奇的盯着前方的光雾 这是一道特殊静置 据说可以记录曾经触净静置人的气息波动 也可以甄别修者的年纪 以防止一些人鱼木混珠 参加比赛 破坏这角逐战的意义 林飞解释道 若是谁想混过去的话 只会被这禁止重伤 然而 附和要求的人 却可以安然进入其中 这岳工对此次比赛想来是极为的看重啊 韩宇等人都是略露惊诧 说道 不过这样也好 如此一来 上一届的弟子就无法干扰比赛了 各方势力的修者 也在向着各自门下的师弟讲解着此中门道 现在角逐之战 开始 奖励那似能洞穿虚空的修者 扫尸了一眼 附近的修者 喝道 但凡上一届级年纪超过标准的修者 莫要抱着侥幸心理混入比赛 若有发现 立奖受到处罚 你们可明白了 声音低沉 震荡于天际 一股毅庸置疑的气势 蔓延开来 让人不敢心神站立 明白了 瑞丽的眸光透过那无形的静置扫射而来 让人不敢心生狡黠 各方势力的修者 在略为颤为后 其声应道 如此甚好 那奖励继续说道 我两宫共有着五十个名额 只有进入最后一道光卡者 方可夺取此牌 角逐之战 不论各种手段 诸位可尽师所学 若自知不敌者欲敌认输 可退出角逐之战 原地返回 好了 若要参加角逐赛的弟子 就进入里面吧 清月宫的修者 沈若槐说道 前方的大殿 便是你们的角逐所在 每个人过一个静置通道 不得违背 是 刷刷 刷实 各方势力的修者 相视一眼 眸光火热 身形一晃便 向着前方的静置末入 翁 一道道身影 穿透静置光雾 身形还没有站定 就向着那青色大殿掠去 似乎先去一步 就可截足先登一般 我们也去吧 谭语向着旁边的少雷等人说道 恩 少雷等人点了点头 也是满心期许的向着前方的静置末入 不过有着许多修者 一番躊躇 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没有贸然前往 这可是是生死之战 虽说可认输保命 可这些奥义修者交战 胜败和身死只是一线之间 踏入月宫的名额 只有五十个 怎么也轮不到那些三道天附近的修者染指 刷刷 一道道矫健的身形没入静置之中 旋即一举破除大殿之前的光门静置 身形一晃 就消失在视线之中 各方势力 当中不乏强者 除了十二大宗派 一些王朝级小派的修者之中 也是冒出几位四道天附近的修者 虽说那些普通势力的修者 起点较低 却也有不乏天赋异禀之辈 在天南战狱之中 有幸获得机缘修为土飞猛进 就如当初在雾剑崖的那流性修者 此时气息就非常人可比 这角逐之战 竞争之激烈 让人心惊肉跳 不由为那些进入通道之中的人捏了把汗 不知我们画天门将有几人可以夺得月弓腰牌的了 林飞也蒙为咪 视线紧盯着前方的大殿 尼南道 第666章高歌猛进 这一次角逐之战 有数百名天赋优异的修者进入大殿通道之中 经过一番血腥厮杀 最终将有五十人可带着荣耀归来 成为瞩目的所在 可谁会记得 这背后有多少人陨落在里面了 一将功成万古窟 要想踏上巅峰之路 便为有斩破荆棘 欲神杀神 若心怀仁慈 只会成为别人踏足枯骨 呼 参加角逐之战的修者 已经进入了大殿之中 邀月弓的奖励及新月弓的沈若槐 手掌浮动法爵一影 前方大殿 顿时清光灿灿 一片绚丽的光幕将之完全笼罩 以防止有人心念头途转 再贸然进去 现在停止角逐之战已经开始 没有参加比赛的修者 便在此进后 奖励喝道 不知最终哪些修者 能获得那此金月牌啊 各方势力的修者立于铸台之上 纷纷低声泥南 眸光有着复杂之色掠过 这里的人来此多少有着一丝狭想 希望自己获得机缘 以此一非冲天 夺得月弓的名额 可现实却远比梦想残酷 画天门有着十余为修者参加了角逐之战 其他宗派也有着不少 比运魂厚的修者参加 最终录死谁手实在难说 不过 此次也有着许多的天赋异禀的修者隐恨于月城之外 无缘来此一战 不然此战的激烈程度将更加火爆 如当初受魁宗的几位修者 陨落于韩宇之首 虽然此次还有招数明明弟子出现在此 却实力不济 近十名修者之中 只有一名神虚小城巅峰境修者 其余皆是神虚境 想来是当初和那万联明等人失去了联系 才没有和韩宇有所交集 炼臣宗既允川及海振波的陨落也使得他们实力奏降 剩下几名弟子虽然实力不弱 可对韩宇却便没有多大的威胁 相对于梁坤等人却是棘手的存在 这角逐之战 虽然存着一定的运气因素 可能走到那一步的修者 定然是过关斩将 绝非庸禄之辈 所以终究还得靠实力说话 砰 此时的韩宇身处一个漆黑的通道之中 神师扫视而去 如石沉大海 竟然是无法探测 这上面竟然有着静置可阻挡神师的探测 韩宇略为惊诧 却便没有慌张 手掌一翻 一蹴火苗扑腾升起 将前方的通道照得通亮 这是一个宽约丈许的通道 曲折悠长 一眼无法望到镜头 洞壁是由一种坚硬的岩石气成 依稀有着一股晦涩的波动弥漫开来 让人心底发寒 搭 轻快的脚步 向前迈去 传出一阵让人心悸的回音 通道之中只有韩宇一人 不过 他目光扫视前方 没有一丝放松的意思 翁 突然 在韩宇身边 一道诡异的波动突然升起 通道之中萤光暴涨 在他的两侧 一道道元气利刃 犹如刀雨一般 向着他轻腹斩下 静置嘛 韩宇淡淡一笑 旋即手掌一翻 一面齐翻在手 一股飓风顿时在通道之中突然席卷开来 砰 飓风席卷开来 通道之中猛然发出一声温响 那些利刃就此崩溃 化为漫天星光 逐渐消散于视线之中 这静置威力虽然不强 却也堪比三道天附近的修者一级 这样扑天盖地的攻击而下 常人还真难以应付 轻松解决了静置攻击 韩宇便没有急着离开 反而是开始仔细打量着附近的通道 查看是否有着什么特异之处 果然是有机可循啊 经过一番搜寻 韩宇竟然是在头顶之上有着一个个极为隐秘的符文转刻 此时依稀还散发着一股元气波动 显然这就是视材那攻击的源头了 在找到静置源头后 韩宇行走起来也就留了个心眼 果然每次在遇到这些符文转刻的所在后 就可发现有着攻击存在 凭借他现在的实力抵挡起来也极为的轻松 西欧却见通道之中 韩宇不再缓慢前行 身形犹如闪电般 向着前方掠过 那锐利的眸光 在通道扫视而去 虽然他无法探测 到通道的源头 神是所过之处 也可以负几百丈 若是已遇到静置 手掌齐帆舞动 便将之解决 呼 终于 当韩宇急溃众多的静置攻击后 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道光门 这将是通往下一个通道的关卡 砰 韩宇眉头一挑 手掌一挥 便向着那光门一举急迫 随着一股狂暴的元气波动爆炸开来 他的身形却是蛮横的冲入那爆炸中心 一掠而过 下一刻 就出现在了一个树杖宽广的时势 时势里面便没有什么陈设 前方有着一个通道 显然是继续前进的所在 在韩宇的身后 却有着两个通道 一个是他视材所行 光门已经崩溃 另外一个想来是另外一个修者将要通入的通道 嗡 就在韩宇进入时势内的时候 另外一个通道的光门也是传来一阵狂躁的波动 旋即砰的一声就崩碎了开来 也达到了这里嘛 韩宇缓缓偏过头 漆黑的眸光带着一丝火热 将那崩碎的光门 给盯着那里将出现他第一个对手 会是谁了 韩宇有些齐许地盯着光门 可是足足过了两个呼吸的时间 一个身穿蓝色长袍的男子 这才带着有些虚浮的呼吸 缓缓地迈步而入 一双金光灿灿的眸光 小心翼翼地向着前方扫视着 只是当他见到时是已经有人先来一步时 不由眸路凝重 竟然有人先到了 蓝衣男子眸路惊诧 不由停下了脚步 开始打亮着前方的青年 只是他的眸子方一鸣 那眼角就算忍不住一颤 是你 韩宇 怎么你认识我 韩宇瞅了一眼来人 眉头一弯 问道 呵呵 当初在南华建宗的时候 我曾见过你 你不认识我这小人物 自然正常 蓝衣男子善善一笑 心头却苦闷不已 眼角的余光不由 瞅了瞅前方的男子 你难道 真是晦气 竟然第一个人就遇到他 这角逐之战的规矩 我想你应该知道了吧 韩宇目无表情 贴了一眼蓝衣男子 说道 我知道 我这就认输 认输 蓝衣男子连连说道 那承让了 韩宇也不多言 道了一句 身形一晃 一掌即向前方的通道光幕 身形一晃 便消失在石室内 呼 光幕崩溃 一股狂暴的元气波动肆虐开来 将那愣在原地的蓝衣青年阵的连退两步 他目光注视前方 依稀有着一丝复杂之色流露 虽说这蓝衣青年有着四道天附近的修位 他也是有着自知之明 在韩宇面前 可是不堪一击 当初他可是亲眼见到那五道天附近的无安 背着青年一举击溃啊 抿了抿嘴唇后 蓝衣青年带着满心的沮丧狼狈而退 在大殿外 四周的镇柱之中 无数个修者都绷紧了神经 满脸紧张地将前方给盯着 随着月宫几位修者手掌浮动 前方虚空泛起一阵涟漪 有着一个个画面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前方的画面就像一幅迷宫之图 里面所出现在 竟然是那些进入大殿 进行角逐之战的修者 显然在里面 有着特殊的静置 可以将里面发生的一切 扩映出来 就好像恋神者可凭借原神 扩映出所见识到的一切事物一般 这一次 倒是有着几个天赋不错的弟子啊 铸台至上腰月宫的那位身形为胖的修者 周清 眼角眯成一条缝 盯着前方的画面说道 能在天南战狱之中得到一些传承 也算难得 他们历经生死之战 今后若纳入门中 好生培养的话 也可堪担大任 奖励谋光一宁 说道 不过 要想在月宫成为核心弟子 那可还得下些苦功 那两个家伙 似乎底蕴不错啊 周清谋光一宁 突然盯着前方两个光雾 说道 若他们进入月宫 得到培养 或许可成为核心弟子 他们身上的确有些隐藏的力量 潜力无限 奖励眸光锐利如电 瞅了一眼前方 随后有些羡慕地说道 若得到培养成为核心弟子的话 可是有着机会进入圣域啊 圣域 清月宫那位孔幸修者 贴了一眼邀月宫两人 不以为异地说道 哼 九宫之中天才妖孽不计其数 当中得到大机缘的也数不生数 要想在九宫弟子中突颖而出 进入圣域 岂是这么简单 贝兴月宫的孔幸修者 这般冷横道 讲连二人略显不愤 不过也没有反驳 显然对于前者之言 表示赞同 九宫之上尚有圣域 非天父异禀之辈不得进入其中 九宫可是汇集了无数天才妖孽 要想进入圣域 变得脱颖而出 那种竞争 比起此时何止激烈千百倍 甩了甩头 奖励二人便将视线落在了前方的光幕之中 此番他们被派来驻守月城主持 这场角逐之战 就是为了挑选出优秀的弟子 所以 他们现在必须地观察这些弟子的综合实力 及隐藏潜力 以便将之纳入门墙 考量一个修者的能力 不仅要看天父实力 还得看综合战力及应敌之力 若是出手不够果决狠辣 不懂以自身优势取胜 那么就算以后进入月宫也将难堪大任 终究将会夭折 月宫之所以让这些修者 进入天南战域进行角逐之战 就是威力将他们淬炼成为一块美玉 第667章最后通道 看来 最有潜力的还是这两人啊 在一番观察后 两宫的修者都将视线锁定在了两个通道上 那里有着两个修者几乎是以破竹之势 高歌猛进 现在所处的位置 远远比其他修者要接近那寄放着月牌的大殿 是你 我认输 他娘的真晦气 怎么就遇到了这个煞星了 光幕之中 一个个画面让人震撼不已的画面 活灵活现的呈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原本要激烈大战的一幕便没有出现 反而是一个个修者 谋路沮丧的自动认输 对于那些不站而降 众人便不以为耻 反而为之生出同情之心 谭语一路高歌猛进 尽管在一些汇集的通道之中 会遇到一些修者 可当对方认出他后 就不站而降 对此他也热得轻松 一路上少些阻碍 也就可以早些获得那紫金月牌 噔一声巨响之后 韩宇进入的时室内 也是传来了一阵元气波动 突然传来的波动 让得他准备前进的脚步突然移至 现在他已经过了七个关卡 所遇到的静止威力越来越强 能进入这里的修者实力 定然不弱 现在人是谁了 呼 光门崩碎 一个陌生的身影赫然出现在韩宇面前 来人面露煞气 气势汹汹 一身磅薄的元气喷勃而出 比起韩宇游甚几分 武道天府境 感受着那股磅薄的气势 韩宇眼角略微移动 那绷紧的神经 却是随之松了下来 因为在那股气息中 他没有感受到那股让他忌惮的气息 东 铁芒山一脚踏入石室 沉重的步伐 似乎重有千镜 将地面震荡一阵摇晃 若不是此地 有着特殊的静置存在 可卸去修者散发出的气息波动 早已经被这一矫阵的裂缝蔓延石室崩塌 进入石室 铁芒山就感到了里面已经有着一道气息存在 他眸中金光闪烁 眸光之中狂热涌现而出 凭借着武道天府境的修为及天生神力 这一路下来 他过关斩将 所向披靡 接连的胜利 让得他感觉血液都在沸腾 似乎那月宫的腰排 已是囊中之物 韩宇 然而 当他嘴角挑起一抹残忍的笑容 的目光一扬 向着前方扫视而去时 眼瞳骚然一缩 浓浓的眉头也是不由皱了皱 呼吸粗重而急促 饶是他心里如何强稳住心头的惊骇 也是难以掩饰住那抹忌惮的表情 竟然遇到了他 铁盲山泥喃自语 这家伙 可是斩杀了六道天府境的修者啊 虽然铁盲山一向狂妄 自视甚高 可不是傻子 对于斩杀六道天府境的修者实力如何 也可猜测的几分 当下他那沸腾的血液 似乎冰封了起来 心头咯噔直跳 沉重的脚步 好像铁兵一样 冰在原地 久久未曾移动半分 这家伙 气息内敛 却有着一股晦涩的气息若隐若现 难道真如传说中所言 实力已经达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 铁盲山略为惊叉后 开始小心地打亮着韩宇 似乎想要将之看透 摸清虚实 韩宇现在气息内敛 他两道活斧常人根本难以查清虚实 不过在他火胎之中 依稀有着一股晦涩的气息存在 那正是涅槃心眼所蕴含的恐怖气息 此物虽然有着封印内敛气息 却依然无法完全将之完全掩饰 这入影若现的危险气息 弥漫开来 倒是可以使人心生畏惧 不过 他的底牌可不仅仅是这涅槃心眼 韩宇神色淡然 在扫拾了一眼铁盲山后 某中的警惕彻底消失 对方虽然实力不弱 却没有隐晦的气息传来 显然是没有那等常人无法探测的底牌 阁下是要一战了 还是就此退出 韩宇眉头一挑 问道 铁盲山眼角抽动 手掌紧握时 有着一丝紧张 抿了抿嘴唇 久久不语 在对方身上他确实感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 可是要让他就这么认输 实在心有不甘 若你不敢一战 不就此退出 不然我可要动手了 韩宇露出一丝不耐烦 但莫地说道 哼 一战就一战 难道还怕了你不成 铁盲山怒火喷勃 他一路行来何曾受到这般轻视 嗡 冷恒一声后 铁盲山身形一阵 一股磅薄的元气火山一般喷涌而出 当真有着一股爆炸性的力量 震的室内发出一阵阵闷响 好像天雷滚滚 充斥着危险的气息 呼 铁盲山手掌一番 一轮乌光灿灿的巨追 突然出现在手掌 一股凌厉的气息随之蔓延开来 乌山锤 铁盲山眸光一尘 手掌猛然一震 身边好像河水一般的元气 顿时向着手掌巨锤涌入 顿时乌光暴涨 刺眼夺目 轰 只见铁盲山手掌巨追当空一杂 元气呼啸 锤影轮动虚空 一片乌光笼罩而下 一个个巨大的铁锤 好像巨山一般 向着寒雨砸来 嗡 锯锤似乎占据了整个时势 可怕的气势波动 让人心惊肉跳 足以将一个四道天府境的修者 一举击臂 就连五道天府境的修者 都不敢有着一丝大意 若你就这实力 就勿要再纠缠了 潘雨嘴角掀起一抹冷笑 手掌翻动一杆距翻顿时出现在手 一道力喝声 莫然响彻时事 给我破 轰 封天射翻猛然浮动 一片悬傲的涟漪波动 巨风一般席卷开来 几乎是摧枯拉朽一般将那些小山一般垂颖击 其翻击击垂颖 寒雨身形一晃 犹如鬼魅掠过 旋即手掌一翻 一道炙热无比的掌印 便是向着铁芒山轰击而下 呼 炙热的掌印轰击而下 铁芒山愣在原地 眸光呆滞 竟是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炙热的火流轻覆而下 直接是将铁芒山身边的元气击溃 旋即那火光缭绕的掌印 火苗闪烁 犹如一张巨网 将之笼罩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有如此气势 铁芒山嘴搅敏动 咧喃自语 实在无法接受 自己那狂暴的一击 会这么轻易的被击溃 仅仅是一席时间就陷入如此境地 哼 惊骇之下 铁芒山铁锤舞动 企图抵挡那火焰巨掌 哪知那火焰巨掌势不可挡 他仓促下的抵御触击击溃 八 狂霸的火流轻覆而下 铁芒山身形一颤 如遭到火时撞击骨头 深处都有着炙热的火热侵蚀而入 气血逆涌 一口惊血便是喷吐而出 东 铁芒山被狠狠地摔落于地 气息萎靡 脸色苍白如指 那侵入体内的火流之气 使得他备受煎熬 个中痛楚唯有他才知晓 呼 元气波动缓缓消散 新年的身影傲然而立 那俊逸的脸庞之上 充满了淡漠之色 犹如铁血战神 对于一切血腥 早已经习以为常 你果然名不虚传 败在你手里 我认了 铁芒山努力驱除体内火流 舔了舔嘴角血迹 旋即缓缓抬头 无力地瞅了一眼身前的青年后 鼓足了一口气 字字有力地说道 承让了 韩宇淡淡地瞅了一眼铁芒山说道 遇上我 是你的不幸 淡淡话语落下 韩宇豁然转身 衣袖浮动 无风自动 便向着前方的通道迈步而去 刚才他应该还没有出全力吧 望着那道俊逸潇洒的身影 铁芒山泥喃自语 哼 巨像传出 只见前方青年一举即溃那通道光目 身形一晃 便消失在通道之中 还好他没有下杀手 不然这一次真是将要得不偿失啊 铁芒山收回目光 摇了摇头 这才支撑着受伤的身体 狼狈折返 看来韩师弟 夺取那此金月牌 几乎没有多大悬念了 望着那前方浮现出来的画面 林飞不由露出一丝惬意的笑容 可其他人 却悬招荒啊 旁边几位化天门的修者 皱美道 此时 已经过去数个时辰 众人为了获得那机会 一路去去 过关斩将 出手之狠辣 让人心惊胆战 血腥的场面 使得许多选择 没有参加比赛的修者 暗呼 幸运 画天门的修者 除了陈武 韩绍雷张蜜蜂 李戴山梅小小 依然在前进之中 另外几个都惨败于敌手之中 当中还有两人陨落 各方实力皆是如此 就算一时幸运没有遇到厉害的敌人 可随着关卡的推进 总将遇到强者 那竞争之惨烈 使得众人唏嘘不已 一旦两人相遇 必有一番争斗 除了遇到那种凶灵远波的修者 谁也不愿意就此认输 为了防止被人偷袭 一些先进入关卡的修者 也会选择主动迎敌 砰 一声巨响传出 那比赛场上空的画面突然一颤 却见一个青年 一举击溃前方的静置 身形一晃 便迈入了一处大殿之中 这就是通往月宫腰牌的寄存之处了吧 谭语谋光扫视前方 深吸了口气 尼喃道 前方的大殿 足以百丈 然而 在大殿的正前方 却只有着两个静置光门 当中散发着耀眼夺目的光芒 两道静置光门 光滑流转似有着玄傲的纹路蕴含其中 一股磅驳的气息波动蔓延开来 让人心神一颤 其中一个静置光雾 呈银白之色 这代表着通向普通的月宫 旁边一个却是紫光灿灿 显然前往寄存着紫金腰牌的寄存所在 仔细感应而去 可以清晰地发现那道紫色光门的静置之力要强上几分 若没有足够的实力 只怕是难以破除 紫金腰牌终于要到最后的关头了啊 略为唏嘘 韩宇的眸光玄疾便锁定了 正前散发着紫金光芒的静置光门 这里面存放着月宫的紫金腰牌 若谁能破除静置 获得腰牌便可将成为月宫重点培养的对象 第668章五网点 这静置权杖的通道乃是由静置控制 若是先达到最后关卡着便有着两个选择 戴得十枚紫金全杖 被人取走后便只有普通腰牌的份了 翁就在韩宇准备 上前破除紫光静置之时 身后的通道光雾 不由一颤 一股狂暴的波动突然迸发而出 有人来了 韩宇眸光一凝 眼瞳之中有着一抹凝重浮现而出 此人仅随着他进入这里 可见实力也是不容小觑啊 当韩宇所在大殿后方传来波动时 大殿外面的修者 那颗心也是不由一颈 竟然是他 望着那正在挥拳轰击光雾 准备进入大殿中的修者 林飞及华天门的修者 心头都是不由咯噔一跳 糟了 他们相遇 会不会一战啊 百花们一些没有参加比赛的修者 戴眉紧促 玉手相互缠绕 也是紧张不已 当初他们可是曾经扬言一战 却不知会不会等夺得月牌之后解决 还是在现在 各方势力的修者 也是露出满脸期许 若是在获得月牌之后再一战 有着月公的身份 月公的修者定然不会让他们生死一战 顶多也就是略为切磋一番罢了 这里分别有着通往 紫禁腰牌和普通腰牌的份 虽然都可以进入月公 可是谁又愿意将那紫禁腰牌拱手相让了 这赫然又是月公设下的一个关卡 唯有强者 方可获得他们的重点培养 若是连一争之心都没有 何必花费气力在他身上了 这两人相遇 倒是龙虎相遇 想来会掀起一片腥风邪雨 一些修者 嘴角擒着满脸的笑容 将那光幕给盯着 嗡 静致崩溃 有着一道无形的气势趁势席大殿 一个身形挺拔的青年 攜带着一股舍我其谁的气势 踏步而入 政武员 韩宇 大殿之中 两个青年四目相悖 附近的空气突然凝固了起来 一股无形的波动自他们身上蔓延开来 充满了火药之味 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先一步到此 政武员眸光冷冽 话语中充满了森然之意 或许这就是天意吧 韩宇眸光如见 四随时准备出窍 身上所迸发出来的那抹灵力 让人毛孔悚然 这里 有着两个通道 想必他们的意义你也知道 政武员眉头挑动 冷冷地说道 这紫荆全杖 我是在必得 言外之意 不言而喻 若是韩宇也要此物 那就必将一战 抱歉 这东西恐怕不是你所能染指 韩宇嘴角为桥 掀起一抹阴冷的弧度 说道 那么说来 你是要和我一战戈 政武员脸色也是彻底阴沉了起来 一股无形的气势自身上山红一般迸发而出 似乎有着一股意境蕴含其中 让人心喊胆战 废话少说 一战便战 韩宇煞气凛然 身形一阵磅驳的元气喷涌而出 一股凌厉的气势 也是随之蔓延开来 那双锐利的眸光 凝视前方 就好像一柄 利刃可随时取人性命 这小子不过似到天府境 却有着如此气势 这家伙到底有何不凡之处 政武员眉头一弯 似乎想将对面的青年看个通透 呼 大殿中 两个青年剑拔弩张 那紧张的气氛使得店外的修者 都不由为之屏住了呼吸 仿若身临其境 这两人天赋皆是不错 若是要生死一战 倒是可惜了 要月宫的修者 邹卿谋往前方 也是不由唏嘘道 若是其中一人 放弃争夺紫金腰牌 倒是个不错的结局 奖励谋光依宁说道 看他们的模样 可不会轻易放弃啊 咒卿说道 若是能将之招入我心月宫 倒是大功一剑 清月宫两位修者谋光阴明 有着金光闪烁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 以韩师弟的性格 绝不会退让 现在就看那政武员的了 画天门的修者 谋望前方 手掌紧握有着汉字一出 谋光流转 显得局促不安 虽说韩宇实力不弱 可那政武员也不是那好捏的软柿子啊 嗡 大殿之中 那陷入沉吟的政武员突然眼皮一掀 嘴角尖挑起一抹残忍的笑容 因森弟说道 不管你小子有何底蕴 曾经如何辉煌 也该到此为止了 武王点 政武员身形猛然一阵 空间震荡 一股狂霸的气息波动蔓延开来 让人呼吸一致 一股元气好像在他身后凝聚 似乎接通了天地 有着一股五支气势 突然席卷开来 呼 五支气势蔓延开来 大殿之中的空间蠕动 泛起一片涟漪 似乎有着即将崩裂的迹象 可怕的气势 仿若来自远古神明 有着嗡名之声传出 好似泛唱 让人心生畏惧 这气势 就连当初六道天附近的尹剑城 都不曾拥有 武王点 谈与眉头一皱 这应该是奥义武学了吧 这小子应该是领悟到了五支奥义 虽然还只是图具其行 未有神韵 也是难的啊 九颜天龙的声音传入耳中 五支奥义 原来你有此手段 怪不得可以斩杀六道天附近的妖兽 谈与谋录恍然 此时 看来还真是圣名之下无须名 这家伙还真有着几分底子 武王点 郑师兄竟然一出手就使用此等奥义武学 却不知那小子能否抵挡下来 武王点 似乎气势不弱啊 望着虚空之中所呈现的画面 铸台之上的修者 都是不由砸了砸舌 发出一声惊呼 虽然他们只是看得一道由静置烙印下来的画面 却依稀可以感觉到其中所蕴含的那股可怕气息波动 这可是我武宗的正宗武学 百年来只有渺渺几人得以参悟 郑师兄便是其中之一 一个武宗的修者 傲然道 武王点 这倒是个棘手的家伙啊 林飞眉头唯唯一皱 也是不由为韩语捏了把汗 这正武员有此奥义武学 若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杀手锏 这一战着实让人堪忧啊 没有想到这家伙也是个妖孽般的存在 这次韩师弟可真是遇到了对手啊 画天门的修者纷纷露出担忧之色 虽说韩语也天赋异禀 曾经领悟了一道意境 可凭借着他四道天府境的实力 却难以与正武员抗衡 两人所领悟意境也是有所区别 无极意境的气势 比起这武王点所蕴含的那五支意境 似乎有所不及 两人实力高下立判 他们有所担忧也是情有可原 这武宗的小子 天赋却是不错啊 略宫的几位修者也是满心赞许帝说道 若是让他半入宫中 只要略加培养成为核心弟子 向来是没有问题的 离难之后 两宫的修者突然相视一眼 从对方的眼中都看到了一丝爱财之意 当下眉头一皱开始寻思着 再稍后怎么将那青年拉拢于自家宫中 为己所用 这可是大功一件啊 无数道目光 怀着各异的心思将虚空那光幕给冰着 此刻 里面所传出的任何细微波动 都牵引着众人的心 气势虽强 可惜 我不是那妖兽 谈于冷冷一笑 一声力喝随之至自口中吐出 给我封 青年的冷喝之声 被静止清晰的烙印下来 在虚空中那片光幕之中震荡开来 飘入附近所有修者的耳中 这小子底气十足 难道有信心对付正五元 谈于的声音 毫无畏惧之意 那高昂的战役 让人不由侧目沉思 谈于力喝一声 奉天射元帆赫然出现在左手 右手之中 红光闪烁 雄颜剑也是突然出现 这些宝物 见到韩宇手掌出现之物 各方势力的修者 都不由眯起了眼睛 眉头一弯 显得有些疑惑 虽然当初韩宇凭借此物 过关斩将 颇具神效 不过这些人毕竟没有身临其境 无法感受到 封天射元帆极穹炎剑的威力 呼 只见韩宇手掌齐帆浮动 一股封锁之力席卷开来 正五元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波动 顿时犹如遇到了洪水一般 被一举淹没 呼 封锁之力颤势而下 似要笼罩天地 正五元只觉一股无形的束缚 向着身上缠绕而来 连体内的元气流转都变得迟缓了起来 好小子 手中刀有着几件好东西 正五元略露惊诧 旋即咧嘴一笑 说道 呵呵 有着这些战利品 这一战道也值了 话语之中充满了张狂之意 似乎在他的眼里 韩语手中的封天射元番 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 武王点 碎山河 冷喝声落下 正五元的眸光也是变得凌厉了起来 在他身后一股五支气势越发浓郁 却见他拳头紧握 一股意境突然迸发而出 整个空间都充满了一股五支气势 轰一拳轰出 趋空战动 在他身后 一股五支意境 急速凝聚 一个纹路流转的拳头 好像来自远古时空 紧随着他的那双肉拳轰击而下 整个大殿 都被一股五支意境所充斥 五支一道 弱道极致 弹指之间可破天灭地 让山河变色 在五道面前万法皆空 天上地下 一切唯武独尊 正五元凭借着五宗的五王点 虽然只是领悟到一丝皮毛 气势之甚已非常人可比 翁 一拳轰出 封天射圆番的封锁之力 竟然是直接被一股五支意境所击溃 似要轰碎山河的拳头趁势 向着寒宇攻击而去 这一击 已经足以轰杀六道天附境的修者 正五元已经抱着必杀之心 所以一出手便没有保留 五支意境 倒有着几分气势 寒宇眉头一弯 手中长剑突然向着前方斩去 刷 一道火红的剑光 斩裂虚空 攜带着炙热的火流 向着那个势不可挡的五支拳斩下 第669章霸天五锤 呼 火红的剑光 犹如星矢掠过 望着两人巅峰般的对决 各方势力的修者 都是紧张不已 画天门的修者此刻都不由江星提到了嗓子眼里 他们都是知道寒宇的穷颜剑威力不凡 可凭借正五元展现出来的实力 他们不得不为之捏一把汗 当初那封天射圆番 可是一举抵挡下了灵影门二十名修者的攻击 此刻却被正五元如此轻易击溃 可见此人何其凶悍 哼 见光斩下 众人眼瞳之中突然有着火光映入 旋即那大殿之众 一股狂暴的波动毫无预兆的肆虐开来 哼 一股舞之气势 几乎是在见光爆炸开来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力蔓延开来 仓促之下 寒宇手掌齐翻一挥 连忙抵挡下 大半的冲击之力 饶氏如此身形依然是被震飞树杖 旋即亮枪落地 嘴角尖一缕鲜血 随之溢出 好家伙 竟有此威力 寒宇舔了舔嘴角的血迹 谋路惊诧 他那穷炎剑可是以先天真火催动 那一道剑光蕴含着极其炙热真火 若是与常人对决凭借这四可焚天灭地的火炎 将有着极大的优势堪比七道天附近的一级 可此刻 在舞之意境下 这穷炎斩的优势淡然无存 才会被正五元一举击溃 若不是有着风天射圆番 及时出手 只怕这股冲击力已经可使他身受重伤 拜了 望着那身形亮枪而退的韩宇 各方势力的修者 都不由瞪大了眼睛 愣了一愣 虽说韩宇便没有受什么重伤 可他连退七丈 嘴角还有着血迹一出 反观正五元 他只是退了两丈 相比之下 两人之间的高下已经可以初步判定 没有想到你这小子 身上都是宝物 这柄剑 有此气势 想必也非凡品吧 正五元稳住身形 玄机咧嘴一笑 说道 姐姐 你还有什么宝物 快使出来吧 现在你的意未免还太早了吧 韩宇淡淡一笑 说道 就你这点实力 就算有再多的宝物 也是无济于事 趁早使出你的杀手锏 一决胜负 也好让接收的你的宝物 正五元眉头一挑 心狂地说道 呵呵 能在即将离开天南战狱时 斩杀你这个犹如有着宝库一般的家伙 可是不小的收获啊 大言不惭 你以为你能笑到最后吗 韩宇眸光冷烈 体内两道火斧 火炎涌动 顿时磅驳的火炎 便向着穷颜渐渐深没入 这是火斧 见到韩宇丹腐之间 突然喷涌出大量的火炎 正五元微微一愣 说道 竟然开来了火斧 能将先天真火 修炼到这般境界你也算不错了 可惜 你现在似乎实力有限 注定将成为我的手下败将 隐恨于此 略为惊诈之后 正五元嘴角挑起一抹冷笑 喝道 武王之怒 气鬼神 呼 只见正五元手掘引动 身后元气涌动 好像骇浪翻滚 一股舞之气势突然攀升 光影闪烁 一股森然之气 弥漫开来 一道道惊恐之声 犹如鬼哭狼嚎 似有鬼神惊动 让人闻之毛孔悚然 武王一怒 鬼神都为之惊动 这一级的气势 比起先前不知胜过几许 焚天斩 谈雨眸光一凝 手中穷颜剑猛然一斩 一道剑光掠过 便向着正五元当头斩去 呼 火红的剑光犹如一条火河轻覆而下 火流滚动扑斥闪烁 似要焚天列地 所过之处 大殿的虚空 都是被焚烧的泛起一阵褶皱 好像要就此崩溃一般 威力倒是不弱 可惜还差了一分 正五元淡淡一笑 旋即拳头一挥 拳影震荡虚空 身后光影当头席卷 似有鬼神哭泣 震人心魄 一股可怕五支气势 便向着那火红剑河迎击而去 这两个家伙 还真有着几分底蕴 望着前方光幕之中 那不断震荡似乎随时都将要崩碎的空间 月宫的几位修者都是不由称赞一句 这二人抵蕴魂厚 若选其一也是不错啊 邹青等人相视一眼 紧皱的眉头微微舒展 若是当中一人 实力高出一大劫 他们两宫必然将要进行一番争夺 这种天赋极佳的弟子 若是从他们手中流失了 往后就算回到了宫中也将被门中长老诟病 成为旁人的笑柄 若两人旗鼓相当 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不过 那五宗的小子 似乎由慎一分 却不知他们是否会做出让步 选择画天门那小子 双方的修者相视一眼 彌难道 哼 在众人心思各异之时 一声巨响传出 前方的画面掀起一阵涟漪 火光消散 空间震荡 迸发出一片可怕的波动 一道光影 犹如鬼神一般自能量风暴之中略出 攜带着一股王者之怒 向着角落中的一个青年冲击而去 韩氏武宗这小子 更胜一仇啊 略攻几位修者的心头 很快就有了定义 魔光略过一道金光 牙关咬动 无论如何 他们都将开出足够的条件 将之纳入门墙 韩氏地这次可真是遇到了硬查啊 画天门的修者都是谋光担忧 这一集 焚天斩已经溃散 虽说政武员的武王之怒气势也是有所减弱 可这般狂暴的冲击而下 依然让人防不升防 仓促之下 根本难以抵挡 哼 跟我们武宗斗 也不掂量着自己的分量 武宗的修者咧嘴一笑 在见到政武员不可匹敌的气势后 再也没有了当初的那份担忧 咻 光目之中 青年那有些狼狈的身形飘然落地 玄机猛然抬头 咧嘴一笑 手掘突然引动 身前元气蠕动 一道巨大的黑影便是凭空出现在大点之中 轰 黑影方一出现 一股射入的气息波动 便是向着前方蔓延开来 玄机 一个巨大黑色脚掌 猛然向前轰击而去 轰 巨长震荡虚空 气势凌人 政武员趁势席卷而来的攻击 被此掌一击击溃 呼 鬼哭哀嚎之声 揍然消散 那武王之怒不复存在 一股狂暴的元气波动席卷开来 政武员身形一颤 竟被震飞竖 体内气息逆转 一口鲜血喷吐而出 那是 政武员某路惊诧 有些不可置信的将前方突然出现的巨大黑影给盯着 恶归 此物生机已绝 却有着元神烙印在身 莫非是失魁 只是轻伤吗 谭语身形也是一颤 戴得稳住体内气血后 抬头一看 见到政武员气势依旧 不由露出一丝叹息 他现在已经达到了神须小城巅峰之境 此时烙印在远古恶归身上的福转已非昔日可比 此归的气势也得到了提升 刚才韩宇以穷严剑出手 就是想以恶归出奇制胜 打政武员各措手不及 可后者的实力之强实在有些棘手 比这小子 手中的底牌层出不穷 还真是羡煞旁人啊 政武员眼角抽动 谋路争鸣 因森帝说道 你恶归身前实力非凡 想来已经度过了天节 可你现在实力过低 难以发挥其事 不管你如何富于顽抗 注定将隐恨于此 这家伙 莫不还有着底牌 谈与眉头唯唯一皱 若是政武员实力不止这点 他可真的破釜沉舟一战了啊 还真是让人意外的家伙 大失溃身前 应该是度过一道天节的存在吧 月宫几位修者 盯着前面的画面 不由摇了摇头 那绷紧的神经也随之放松了起来 虽说看起来那五宗的小子实力有剩几分 可化天门那家伙底蕴浑厚 一件件底牌 都是实力惊人 结局如何 看来是不到最后是不得忘做判定了 希望寒师帝能度过此观吧 见此 化天门的修者也都是谋路复杂之色 现在他们就是着急也是无济于事 倒不如静下心来等候结果 附近各方势力的修者 此时也是满脸的震撼 对于政武员的实力敬畏不已 谈与那层出不穷的底牌 使得无数人羡煞不已 若有着那等失溃在身同皆修者何须拒之 嗡前方的光芒突然一颤 众人眸光一凝 却见那大殿之中的政武员眸光狂热 一股可怕的武之气势 节节攀升突然爆发开来 在前方掀起一片元气浪潮 气势之甚 饶是身处外面的修者 都感到一阵心悸 不由为呐喊与捏了一把汗 霸天舞追 只见政武员身行一阵 手掌猛然一番 一道寒光闪现 在他的手中 赫然多了一柄 形式诡异 却散发着武之气势的巨追 巨追寒光灿灿 似千年寒铁所著成 追身之上 便没有刻转任何符转 一柄肩锥成菱形之状 锋利无比 一股武之气势 蔓延开来 似乎可洞穿虚空 霸天舞追 一位武宗的修者 盯着前方的光芒 惊呼道 这是我武宗数百年 一位前辈的成名兵刃 以武王典相辅相成 威力之甚 非同凡响 正师兄连此物都唤出了 这是要一决胜复了啊 这小子能将正师兄 逼到这地步 也算是不赖了 武宗的修者 纷纷惊呼道 言语之中对那霸天舞追 甚是推崇 霸天舞锤 韩师弟现在还能应付吗 林飞等人眉头紧锁 手掌紧握 汉字好像雨水一般溢出 韩师兄 你可不能出什么事情啊 百花门的诸多女弟子 戴眉身锁 愁容满面 韩宇他们有着几次救命之恩 一些修者也是认为 正武员会和他针锋相对 多半是因为梁东而之故 现在韩宇面对正武员步步紧逼 众人自然为之担忧不已 第670张破釜沉舟 这场比赛精彩的程度 可是丝毫不比 月宫修者的小比差多少啊 呵呵 不知那小子可还有底牌 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这小宗派的弟子 也有如此浑厚的底蕴啊 月宫的修者见到正武员的气势 在此攀升 也是不由露出满脸期许之色 这两人修为虽然不高 可所展现出的实力 却远非常人可比 让人不禁怀疑 这是否会是终点 霸天舞追 韩宇眼瞳一缩 眸子身处一抹凝重随之浮现而出 抿了抿嘴唇泥难道 这东西气势不凡啊 一切结束吧 正武员眸光森然涌现 玄机守觉引动 一股无形的舞之气势缭绕周身 就连他的身上 都无不透发着一股舞者特有的气势 这股气势就如韩宇的无极意境 气势所及无所不在 就连身上毛孔似乎都有了 一股舞意韵寒其中 正武员长发舞动 一整个人就好像 融于舞之气势之中 一股来自舞者的威势 笼罩整个大殿 连前方那两个通道的静置光幕 都是为之掀起一阵涟漪波动 嗡 突然 正武员手中的霸天舞追 在法爵的引动下 寒光暴涨 前方虚空突然蠕动 一股可怕的舞之气势 骚然攀升 霸天舞追 舞破天地 一股高昂的力喝声 自正武员口中吐出 旋即他的身形移动 手中的霸天舞追 突然发出一阵低鸣 追尖光芒灿灿 似要洞穿虚空 咻 追尖的光芒好在要日一般绽放开来 一道破空声 突然响彻而记 只见那霸天舞追 化为一道虚影 直接是洞穿空间 向着寒雨急射而来 呼 霸天舞追洞穿而来 正武员的身形也是消散在了原地 大殿之中 竟然已经无法发现他的身影 若仔细看去 在那霸天舞追之后 似乎有着一道人影与之融合 此刻 正武员就是一道五之意境 已然和霸天舞追融合在一起 人就是追 追就是人 五之气势 似有着破天裂地的气势 他娘的 这小子是动了杀手锏了 久言天龙忍不住骂道 此刻正武员催动出来的这一击 气势之甚 连他都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唯恐必知不及 正武员的五之意境加上这把天舞追 所催动出来的气势 已经达到了一个常人难以气急的地步 只怕连七道天府境的修者 都难以讨得了一丝好 不敢与之争锋 真是棘手的家伙啊 巨追洞穿空间 速度之快 犹如闪电 寒雨抿了鸣嘴唇 容不得多想 身形暴退之时意念移动 身前的远古恶龟 嚼张猛然挥舞 嗡 一道道巨大的掌印 震荡虚空 掀起一片可怕波动 赫然便向着那巨追轰击而去 与此同时 他手掌齐帆舞动 一片封锁之力随之肆虐开来 向着前方笼罩而下 霸天舞锥 金光灿灿 那锥所过之处 似乎洞穿了虚空 无所不迫 气势之甚 让人心寒胆战 整个大殿 都被一股狂霸的气势波动所充斥着 呼 场外 各方势力的修者 都不由将心提到了嗓子眼里 眸光注视着那似乎 要崩溃的光幕 惊骇的连骨子里都有着寒意奏声 不难想象 若身处其中 在正五元这等势不可挡的攻击之下 将是饱受何等恐怖气势的摧残 轰 在一道道紧张的眸光注视下 锐利无比的巨追 一举洞穿那巨大的黑色掌印 旋即破竹般向着攻击而下 枪 霸天舞锥趁势而下 赫然与远古厄龟的巨长撞击 随着一道刺耳的钢铁交集声传出 远古厄龟身形一颤竟被震退而飞 嗡 一股舞之气势肆虐开来 那寒光灿灿的龟甲之上 突然迸发出一片光芒 一闪即逝 旋即一股气势波动突然消散 在霸天舞锥的狂霸冲击下 烙印在远古厄龟之上的浮转 竟是被一举击溃 心神牵引下寒与原神一颤 略受轻伤 呼 击退远古厄龟 霸天舞锥的气势一再 趁势急去 此时一股封锁之力随之轻覆而下 嗡 封锁之力玄傲无比 使得霸天舞锥的气势略为一顿 可这股四可封锁天地的力量 仅仅是支撑了一席时间 就被一股狂霸的五支气势给击溃 在大殿之中掀起一片无形的涟漪波动 在绝对的武在力量下 这股封锁之力也是显得有些苍白武力 神须小沉静 实力还是不够啊 谭宇虽然早有预料 却依然是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 正如郑武元所说 他虽然有着诸多宝物底牌 可实力不够 也是难以发挥那气势 不然 凭借着风天社员翻那股封锁之力 何愁不能抵挡下这强势的一击 叹息归叹息 现在那不可匹敌的攻击 势不可挡 仓促之下 他也无法撒手一击 当下唯有 常见舞动 炙热的剑光向着拒追抵挡而下 企图争取一席时间 刷 剑光斩下 韩宇看也没有看结果 手掌一翻 练玉顶 混元净就出现在了身前 现在他唯有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削弱郑武元这不可一世的一击 以减轻此击到来的后患 噔 剑光被一举击溃 不过把天舞追的气势 在连番阻碍下也是有所减弱 可这气势 依然足以让七到天附近的修者为之动容 冬 一只壁光灿灿的宝顶突然出现在大殿之中 第六六一阵旋转 便是化为一只 树杖大小的巨顶 顶身浮转流转 形成一片玄奥的光雾 一股磅驳的精力波动也是随之蔓延开来 给我党 韩宇手掘引动 练玉顶之上的浮转光芒流转 赫然形成一片光雾由其中迸发而出 犹如一片光墙 像着哪个把天舞追抵挡而去 这小子 宝物还真是层出不穷啊 见到韩宇如此难缠 郑武员那惊诧的声音随之传来 本以为他催动这五王点之中的奥义一级 可以将对方轻易解决 却没有现在会遇到这么多的阻碍 好在这小子实力还有所不济 若是踏入了神须大乘境 这一战结果如何还真是两说啊 郑武员争鸣一笑 道不过现在嘛 任凭你有多少防御法器都给我破 砰一声温响传出 闭色光雾赫然被一举击溃 玄疾那气势略减的霸天巨追一举击在炼玉顶之上 东悠扬的钟鸣之声 响彻尔记 在大殿之中久久不绝 狂暴的波动迸发而出 好像海水一般淹没而下 韩宇身形一颤 不但做出反应 他眼瞳中闭光灿灿 只见一个闭影犹如天外陨石一般向着他轰击而来 轰 炼玉顶系带着一股狂暴的冲击之力狠狠的轰击在 韩宇身上 哇 巨顶犹如巨山轰击在身 韩宇顿石被砸得七荤八素 体内犹如翻江倒海 气息溃散 一口鲜血顿石自嘴角中喷涌而出 东东 身形被震落于大殿的墙壁之上碎落而下 韩宇支撑着狼狈的身子 缓缓站起 略显苍白的脸上 略露苦涩 这小子 还真是个难以应付的家伙啊 饶是他当初在火海之中 将皮骨淬炼得犹如金刚 在此急下 也断裂了几根肋骨 经脉欲结 伤势可谓不轻啊 这下韩宇是彻底败了 呵呵 这小子也有今天 台式正五元纪高一筹啊 在绝对的实力之下 万法皆空 任你有诸多宝物 又有何用 大殿之中 气息波动逐渐消散 当韩宇那狼狈的身形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后 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响彻于场外 台式败了啊 画天门的修者甚感失落 韩师兄快认输吧 百花门那些少女 见到那嘴角血迹斑斑的青年后 花容失色 御手紧握 穷鼻皱起 嘴角呢喃轻语 若是认输还可保留一命啊 略攻的几位修者笑而不语 眸光转动时 却在思量着稍后的事宜 姐姐 你身上这么多宝物 就算有些我无法催动 拿出去拍卖 想必也能换的一些稀罕的宝物吧 大殿之中 虚空一阵蠕动 政务员手持把天舞锥突然出现在殿中 不过此时他的气势 却有所减弱 就连那把天舞锥之上的光芒也是有些暗淡 显然催动是才那惊天动地的一击 也是损耗不小 并非此时的他可长久催动 饶是如此 现在政务员的气势之甚 依然稳稳压过那气息有些紊乱的韩宇一头 想杀人越货 那就得看你的本事了 韩宇冷冷一笑 眸光突然一鸣 星红闪烁 星头鹤道 九炎 替我护持心脉 稳住涅槃心炎 你要动他 九炎天龙惊道 现在若不动他 要剩这小子 可没有这么容易啊 韩宇原神传言道 好 九炎天龙眸光一宁 说道 你就放心吧 龙爷一定替你稳住这心炎之力 得到了九炎天龙的应成 韩宇微微点头 玄机猛然抬头 嘴角掀起一抹残忍的笑容 话语冰冷地说道 政务员 想要剩我 就先接下我这一集再说吧 叶盘心炎 给我破 嗡 一声力喝传出 韩宇的火胎猛然一颤 那一直散发着灰色气息的涅盘心炎 火炎躁动 似要破除封印 席卷天地 呼 涅盘心炎之上 赫然有着一道极小的裂缝缓缓缓崩裂开来 那炙热无比 似可焚天裂地的火炎 仿若山虹找到了宣泄之口 顿时由裂缝之中喷涌而出 磅驳的气势 势不可挡 第671章 一决胜负 扑痴 在涅槃心炎席卷而出 九炎天龙也不迟疑身形一晃 变化为炙热无比的火炎护持在韩宇真火攻法路线的经脉之上 以免那炙热狂躁的涅槃心炎 将之焚为灰烬 涅槃心炎刚从那封印裂缝之中宣泄而出 就迫不及待地试图顺着火开极式火爵的经脉肆虐而去 企图冲破这牢笼的火星声 那老家伙的涅槃心炎 还真有着几分气势 九炎天龙的本命龙炎在触及涅槃心炎之时 那炙热精纯的火炎也是让得一向自视甚高的九炎略为惊诧 呵呵 如此大餐 正好让龙爷爷补一补 不过在略为惊诧后 他的龙炎一阵翻滚有着诡异的纹路 流转在汲取着那些贸然青来的火炎 那为己用 见到九炎天龙护持住了体内经脉 韩羽咬了咬牙 忍住火炎的那炙热的温度 当下先天是火爵引动 磅驳的真火被疯狂的吸纳于火斧之中 随之火斧之中的真火 便向着手中的穷炎溅源源不断的注入 呼 炙热的火流 席卷而出 好像火石一般 向着韩羽手中的穷炎溅注入 附近的温度骤然攀升 连空间都扭曲了起来 一股危险的气息蔓延开来 郑武员眼角一跳 心头不由感到一丝不妙 这气息 莫非是类似原因之类的存在 火印 难道这家伙身上那股危险的气息 就是这真火 火印 郑武员抿了明嘴唇 脸上的狂妄淡然无存 一抹凝重涌上心头 当初他在韩羽身上感到一股危险的味道 却没有发现是什么 此时看来 想来就是这股骤然传出的火炎之势了 韩羽天府之中的火炎 疯狂涌现而出 火炎涌动 大殿之中扑斥闪烁 以促促火苗扑斥闪烁 金光灿灿 似可坟尽虚空 炙热的火炎源源不断的注入穷炎见的那个浮转之中 看来 不出全力 是无法与之抗衡了 郑武员谋光一尘 咬关一咬 似乎做了个极大的决定 现在韩羽已经打算破釜沉舟 拼命一战 若他不出全力 贸然出手 只怕就连那迸发而出来的火炎都可将他淹没 从韩羽的眸光之中 郑武员可以看出 对方已经是决定拼命一战 那股很近 让他不敢心存一丝侥幸 呼 郑武员眸光一尘 突然胸前虚空一颤 一股磅骨的气息波动也是随之山洪一般喷涌而出 哗啦啦 一股灰色的气息波动 好像来自远古时空 随着磅骨的元气喷涌而出 郑武员气势节节攀升 无形的波动在大殿之中震荡开来 掀起一阵涟漪风暴 那是 韩羽眼角一跳 眸光不由瞅向郑武员 在这小子体内有着一道远古修着融合而成的原因 他现在也是将之完全催动了起来 九颜天龙的声音骚然传出 看来 这小子也是打算竭力一战了啊 崔洞元映 韩羽眸光阴森 冷冷说道 既然要拼命 那就看谁抵运更浑厚吧 当下也是不敢有着一丝懈怠 火府之中的先天真火几乎是毫不留余地的向着穷颜剑之中倾注而入 韩羽两个天府的火炎 当初已经损耗许多 虽然经过他近两个多月的补给 依然没有完全恢复 不大一会火府之中的先天真火便几乎枯竭 可是那穷颜之上的浮转还没有可以催动的迹象 火府之中的火炎无法满足穷颜剑 先天真火先天式火爵虽然疯狂吞噬着涅槃心颜之中所喷勃而出的火炎却只是杯水车星 若等他以此补给弹 若等他以此补给完时 政武员只怕已经抢先出手 置他于绝地 所以他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 催动穷颜剑之上的浮转 连一席时间都不能过多耽搁 不然 要付出的代价 可难以估计啊 九炎 助我将涅槃心颜的火炎 引出经脉直接注入 穷颜剑之中 事情紧急 刻不容缓 寒雨当机立断 连忙向着九炎天龙说道 引出经脉 九炎天龙有些惊诧地说道 若是贸然引出经脉 若是这些火炎反噬 可就危险了啊 要知道 这些涅槃心颜现在极其狂躁 若不经过先天式火爵凝炼那为己有 直接引出体外 将难以驾驭 若稍易不适 将引火焚生啊 这些火炎 虽然狂躁 不过有你的龙炎护持 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盘宇说道 况且 这穷颜剑是穷颜前辈之物 这些火炎想必与之有些感应 会受其牵引 也罢 你我不知不过多少回 也不差这一次 九炎天龙铿锵有力地说道 虽然穷颜剑这涅槃心颜皆远古修者穷颜之物 不过时隔千年 这火炎也将孕育出灵制 两者之间是否还有哪分感应 实在难以判定 韩宇说得轻巧 却也是在以命向搏霸了 现在政武员的气势在不断攀升 他不得不当激励断 不然此时也唯有完全撕裂涅槃心颜的封印 以心颜料源之事方可扭转局势 可若真是如此 韩宇实在难以保证 自己能否留下命来 扑斥 九颜天龙也是当机立断 龙颜涌动 便向着先天式火爵的路线流转而去 直到没出掌心翘穴 呼 一蹴本命龙颜 在掌心舞动 等候着涅槃心颜的火炎席卷而出 他必须在此护持 以被涅槃心颜反式席卷寒雨本身的时候 以龙颜将之护持 扑斥 寒雨意念一动 先天式火爵运转 那由火胎之中喷勃而出的涅槃心颜似乎受到了牵引 也是顺着火爵 向着他手心的经脉霉去 滋滋 炙热的火流 传遍全身 寒雨就好像把自己架在火炉上烘烤 那种感觉 唯有亲身体验 才会知晓 好在有着九颜天龙的本命龙颜护持 不然这炙热的火炎 足以将他的经脉焚为灰烬 饶是如此 火炎流过 他的毛孔之中鲜血渗出 不过瞬间 血流全身 沾满衣服 旋即在炙热的温度下 凝聚成黑色的血痂 紧贴着肌肤 微微牵引 就传来彻骨之痛 扑斥 涅槃心颜顺着经脉路线 疯狂涌出 那流动的时候 就好像找到了出口 显得兴奋不已 呼 炙热的涅槃心颜自掌心翘血席卷而出 一股古老的气息泥漫开来 当中竟然还蕴含着一丝穷颜身上的那股无上微 四要坟尽虚空 使得整个大殿的气息都不由躁动不安了起来 好可怕的气势 正催动原应强行提升实力的正五元 谋碌惊骇 咽了咽口唾沫 当下牙关一咬 那原应的封印顿时完全破开 一股仿佛来在远古的气息波动 顿时潮水一般 席卷开来 这两个家伙 都疯了 全力催动原应 饶事胜了也是得不偿失啊 早知道这两人有如此可怕的底蕴 便该阻止他们一战 凭此实力 就算没有紫禁腰牌也可成为宫中重点培养的弟子啊 奖励等人都是谋碌惊诧 言语之间 净是遗憾之色 要知道 这原应乃是远古修者一生精华所在 有此物在 就等若在身上 期待着一个拥有着极其浓郁的元气灵犬 加以时日 圆印之中的元气晶圆完全汲取凝炼 修为定可图飞猛进 可现在贸然将圆印催动 虽然可以强行提升实力 却只是意识所增长 不可以持久 当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若是修者无法承受如此磅驳的元气冲击 就此将经脉撑裂也是大有可能啊 郑武元和韩宇两人疯狂的举动 让所以关注着此战的修者 都是感到震撼不已 这家伙 还真是恐怖 当初没有与之一战 只怕是我这辈子所做的最明智的一个举动了 天雷们的薛允 露出满脸惊骇之色 虽然他们并非身临其境 可从那大殿空间所造成的波动来看 这两人所造成的气势 远远超过了六道天府境界啊 这小子 真是身藏不落啊 林隐们的无道舌头打仗 嘀喃自语 不慎唏嘘地说道 无道和韩宇有过交手 当初溃退乃是畏惧后者远古恶归疾封天射原番的威力 可现在瞧来这两件宝物却只是对方的底牌之一 此时所展现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实力啊 全场的修者都处于极度震撼 就连武宗及化天门的修者 也是愣在原地 紧张不已 这一战的激烈 完全出乎了众人的预料 此时谁都不敢轻言胜负 嗡 突然 大殿中的虚空猛然一颤 韩宇身上的气息波动终于是得已稳定了下来 那些涅槃心炎如他所料 方一枚出就被穷炎见那浮转之力所牵引 此时 浮转之上火光流转 一股隐晦的气息迸发而出 犹如火山似乎随时都将喷波出 那毁天灭地的火炎 九炎天龙见此也是不由输了口气 龙炎涌动便尽数收入火胎 小爪急速掐动 凝聚成一个个玄傲无比的法印 将那涅槃心炎之上撕裂开来的裂缝强行封印下来 此次相助韩宇 九炎天龙顺手汲取了不少涅槃心炎 可谓收获颇风 不过 他也是知道不可贪多 这涅槃心炎实在太过狂暴 若是稍有不慎 被他将封印完全冲破 后果不堪设想 焚天斩 感应着穷炎之上的气息波动 韩宇舔了舔舌头 力喝一声 手中长剑当空一斩 第672章终极杀招 哼 穷炎剑猛然斩下 剑身之上的浮转似乎受到了牵引一斑 赫然发出一声温响 呼 剑身突然火光暴涨 一股极为精纯火炎 攜带着漫天玄奥的火流纹路席卷而出 那焚尽虚空的气势蔓延开来 让人心寒胆战 刷 穷炎剑引动 那些狂暴的火炎似乎受到了牵引 急速凝聚成一道滔天火炎巨剑 顺着剑势便向着前方斩下 滋滋 火炎斩下 发出一阵阵阴暴之声 火炎巨剑锁过之处 虚空扭曲 可怕的气息波动 几乎湮灭整个大殿 霸天舞追 舞破天地 火炎巨剑斩下 正五元的冷喝之声 也是随之在大殿之中震荡开来 滚滚音波睁耳欲聋 要进行最后的交锋了吗 不知 谁能略胜一筹了 滚滚音波震荡开来 被大殿之中的静止清晰传出 外面的修者 绷紧了神经 眸光闸也不闸地将前方的光幕给盯着 似乎生怕错过了某个重要的片段 嗡 元气涌动 却见正五元身形诡异般消散 大殿的一边 一柄寒光灿灿的聚追 吸带着一股五支气势 洞穿虚空 猛然向着前方的火炎聚剑迎击而去 轰 一声聚响猛然响彻天际 众人只觉眼前一花 旋即前方的光幕 便是泛起一片刺眼的光芒 不得不闭上了眼角 嗡 带得众人眼角睁开 略为眨动 却听得前方虚空一颤 当中一个火光暴涨的光幕 竟然是当空一阵蠕动 便就像消散 在附近 只剩下另外一些通道关卡的修者 在浴血奋战 这是怎么回事 全场的修者眉头一皱 不由发出一声 不满的呵斥之声 任谁都无法接受 在这关键的时刻 却失去了里面的资讯 略攻几位修者也是略显惊差 那周轻在皱了皱眉后 便将视线落在了他旁边的奖励身上 这两小子搞的动静实在太大 理念的静置被毁坏了啊 奖励那双身线的眸子光芒灿灿 神势微动 旋即摊了摊手掌 苦涩一笑 说道 不知他们谁人计高一愁 邹青无奈地摇了摇头 旋即眸光一宁 盯着前方的大点说道 现在应该已经是倾尽了全力 想必马上就可知小答案了 我们雀跃台之上等候消息吧 奖励眸光一宁 旋即说道 那其他人 邹青略为愁愁 说道 那些人 也就只有几个有着几分天赋 你我心中已经有数 现在就看结果吧 奖励瞅了一眼 前方依然在通道中 进行苦战的其他修者 淡淡地说道 显然现在他也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 韩宇和郑五元两人谁胜谁负 邹青点了点头 旋即瞅了一眼旁边 星月宫两位修者 说道 现在角逐之战 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便前往月台静候消息吧 星月宫两位修者 便没有一丝异议 旋即众人身形一晃 便向着大殿后 略去 我们也去吧 林飞向着画天门那些未曾参加比赛的修者 道了一句 身形一晃 便尾随着月宫几位修者遁去 刷刷各方势力的修者 在一些上一届的修者带领下 皆是尾随着月宫的修者掠去 眸光略向前方 充满了期许之色 似乎知道 下一刻将要发生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 在大殿的后方 是一块巨大的叫场 叫场中央 有着一个高达两丈 形似圆越的巨台屹立其中 巨台前方 有着五十根丈许高的石柱 分别对应着前方大殿的五十道殿门 这赫然便是角逐站大殿后方 也是最后获得月宫邀牌者的出处 呼 月宫几位修者 飘落于月台之上 眸光凝视前方 依稀可以看出他们的眸子之中 有着一丝期许之色流露而出 不知这两人将是谁获得那紫禁腰牌了 修修 各方势力的修者 分别落在月台下方的叫场之上 视线紧盯着前方也是显得紧张不已 画天门戟五宗的修者 眉头紧锁 眸光凝视前方时 心头扑通狂跳 显然是 对各自门中修者的生死担忧不已 谭师弟一向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次也将一如既往吧 画天门诸多修者 尼南自语 可那紧锁的眉头却依然难以掩饰心中的担忧 呼 大殿之中 狂暴的元气波动震荡开来 两个青年的身形被狠狠的震飞于墙壁之上 烟红的鲜血剑洒而出 东 谭语身形摔落于地 嘴角之间血迹斑斑 练玉顶极易干法器宝物都随之落在身旁 黯淡无光 谭语将那狼狈的身形魔洞 墙壁之下 背靠着那裂缝蔓延的墙壁 深深的喘息了两口气 忍不住舟骂道 他娘的 这最后一战 竟会如此棘手 差点没有要了小爷的性命 先前那一击 所迸发出来的能量波动 远非常人可以抵挡 饶是谭语有着诸多防御法器 依然是没有逃过那狂暴的冲击力肆虐 若不是他以精神力将远古恶归的躯体射来 抵挡了大量的鱼泊 只怕现在天府已经被震馈 呵呵 能留的性命在就不错了 你看那小子 还不是一样狼狈不堪吗 九颜天龙身形一晃 落在寒宇肩膀上 嘖嘖笑道 这小子 还真是难逢的敌手啊 寒宇眸光斜贴了一眼 对面那同样靠在墙壁上的郑武员 唏嘘道 可恶的家伙 竟然还没有死 郑武员深吸了口气 眸光扫视前方 当瞧的那气息尚在的寒雨后 眸中不犹略过一抹怨毒之色 此次 他可谓损失惨重 在一处遗迹中所得的远古修者融合成的原因就此耗尽 为了抵挡那可怕的元气波动 就连他所得到的一件牌甲也就此崩裂 此时身受重伤 就算有着灵丹妙药也非得调养一段时间方能恢复到巅峰时刻 臭小子 不要将你碎尸万段 郑武员谋鹿猙獰之色 手掌强行支撑着身子 缓缓站立起身 强行稳住一口气 手掌一翻 一刀散发着灵力气息的法牌赫然出现在手 法牌之上 刻转着一柄荧光笑道 纹路流转 有着灰色的波动若隐若现 一看便知是一件气势不弱的杀手解 扑斥 郑武员舌尖一咬 赫然喷出一口鲜血 手掘引动 请刻凝聚成一个精血法印 旋即止掘一影 精血法印便没入法牌之上 呼 一道红光突然暴涨开来 法牌之上的小刀逐渐泛起一片心红 开始极其贪婪地汲取着郑武员没入的精血法印 哼 我看你现在还拿什么来抵挡我这一击 郑武员眸光英智 冷冷地瞅了一眼 对面的青年 只是他的脸色却随着精血法印被吸收殆尽 变得更加苍白了起来 这种血气法印乃是两伤之法 贸然动用将有损根基 郑武员此时身受重伤 本来就精元受损 再施此法 可谓是雪上加霜 以此可见 现在他对寒雨已经是爆了必杀之心 受死吧 郑武员强行稳住体内的伤势 忍住剧痛 身形一掠 旋即手掌法掘引动 一刀烟红的光芒突然迸发而出 刷 一股煞气迸发而出 一刀烟红的刀芒 斩裂天际 向着那阵暗字挑袭的寒雨斩下 李这世找死 寒雨眼皮先动 眼眸中寒雨森然 一抹杀意突然迸发而出 寒雨喝声一出 他肩膀上的九颜天龙便心领神会 身形一晃 突然金光暴涨 一只硕大的龙尾横扫而出 噔 龙尾搅动虚空 与那烟红的刀芒猛然相交 顿时迸发出绚丽的光芒 耀眼夺目 元气震荡开来 九颜天龙的身形微微一颤 气势锐减 不过那道犹如血河的刀芒 却被他一举击溃 这是什么东西 郑武员满脸惊诧的盯着 那突然出现的九颜天龙 惊呼道 是才九颜天龙气息内敛 郑武员被仇恨支配 完全失去了理智 一心想要趁此斩杀韩宇 所以也就没有将九颜天龙放在心上 李去问阎王爷吧 韩宇冷喝一声 眸中金光闪烁 一道剑光便是向着郑武员急射而去 呼 射人的剑气蔓延开来 附近的空气都仿佛有着一股剑意蕴寒 郑武员眼角抽动 眼瞳骚然一缩 眨也不眨的紧盯着那不断接近的剑铃 一抹惶恐终于涌现而出 惊呼道 你竟然还有杀手锏 李现在才知道 晚了 韩宇眸光冷烈 喝道 刷 剑铃犹如鬼魅 在虚空一闪即逝 下一刻 出现之时 却已经洞穿了郑武员的心脉 终于死了啊 韩宇望着那气息已绝的郑武员 嘻喃自语 那绷紧的神经也是终于得已放松了下来 这一战之凶险 比起和季允川一战游剩几分 呼 略为唏嘘 韩宇玄机意念一动 剑铃便闪掠于世海之中 现在这剑铃实力有限 若是先前出手 不仅无法抵挡郑武员那势不可挡的攻击 反而还会受损 所以韩宇也就没有催动 此剑 此时郑武员虽然伤势颇重 不过也难保他没有其他杀手锏 所以韩宇一出手 就是一记杀招 毫不留情 要知道 奥义修者实力非凡 若真要拼起命来 就算是自爆天赋 那种破坏力也将让人头疼不已 这小子已经解决了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 九颜天龙落在韩宇肩膀上 摊了摊小爪说道 该是去取那死精腰牌了 韩宇手掌一扶 一把抓住政务员的储物袋 收好洒落余地的法器宝物后 也顾不得调习伤势 忍住体内那撕心裂肺的剧痛 便向着前方迈步而去 第673章人心震动 大殿前的两道光幕静置 早已经在韩宇二人之前 那狂暴所迸发出来的波动 所振愧 现在已经毫无阻碍 所以韩宇没有费一丝力气 就进入了通道之中 呼 前方静置消散 却依然有着一个通道光雾 韩宇进入其中 旋即身形一晃 便进入了一个仗许大小的石室内 至于他旁边的另外一个通道 却就此消散 在另外一个关卡之处 形成了一个静置 以供他人夺取这枚腰牌 进入石室 呈现在韩宇眼前的是一个月牙形状的火架 在上面存放着一枚紫光灿灿 刻转着圆月的腰牌 紫禁腰牌 现在总该到手了吧 望着前方那紫光灿灿的腰牌 韩宇不甚唏嘘 多少青年进入这凶险重重的远古战域 就是为了夺得此物 踏上那条康庄的修炼大道 为此不知多少人隐恨于此 此刻 腰牌在前 唾手可得 饶是韩宇也不由心思电转 百感交集 这一年来的一幕幕 走马穿花一般出现在脑海之中 呵呵 还不收入囊中 有了这东西 就算进入月宫也会被重视 得到的优呆 九颜天龙小毛子一咪 挥了挥小爪 颇为欢喜地说道 韩宇进入月宫 若能得到重点培养 对九颜天龙以后的实力恢复 也将有着极大的弊异 这一次 总算没有虚形 韩宇咪啄烟角 惬意一笑 玄机手掌一射 便向着那紫禁腰牌抓去 呼 精神力释放出去 想象之中的抗拒 便没有在紫禁腰牌身上出现 韩宇顺利地将之抓入手中 看来过了最后关卡 考验也就随之结束了啊 韩宇略为恶然 旋即五指一抓 紧握着紫禁腰牌 腰牌之上光芒灿灿 刻转着一轮晶莹剔透的圆月 皎洁如雪 有着光滑流转 煞时好看 咦 韩宇刚将紫禁腰牌抓入手中 眉头突然一弯 一抹惊喜之色 悄然绽放开来 这紫禁腰牌是好东西啊 见到韩宇眸鹿惊喜之色 久言天龙也甚感奇怪 当下目光一鸣 便是发现了奥秘所在 呼 紫禁腰牌之上 那轮皎节的圆月 此刻光滑流转 好似一缕圣洁之光泥漫开来 顺着韩宇手中的脉路 向着体内流转而去 光滑流入经脉之中 温润如玉 好像泡在一片舒适的温泉之中 那些受损严重 对经脉竟然自动修复了起来 体内的一些暗伤 也在缓慢地修复着 看来这伤势 不用多久就可被修复了啊 韩宇手握着腰牌 嘴角淡淡一笑 我们出去吧 九言天龙说道 腰牌虽然得到了 不过 貌似还有着一件棘手的事情等着我们啊 你放心 我想这事情 应该不难 韩宇眼皮一掀 旋即握了握手掌中紫光灿灿的腰牌 说道 毕竟 我怎么也有着这紫禁腰牌 这可是实力的象征 我想他们也会 照服一二 九言天龙小毛子咪了咪 没有多言 只是那毛子深沉似乎依然有着一丝担忧 外面的叫场之中 各方势力的修者 眉头紧锁 眸光流转不时向着前方店门瞅去 显得甚是紧张 怎么还没有出来了 按说他们 一战已经结束了才是啊 莫非 他们还有着杀手锏 或许同归于尽了 众人好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过片刻时间 却犹如度过了漫长的一年 焦躁之下 一些议论之声也是随之在人群之中 哗然传出 应该不至于同归于尽了吧 月公几位修者 眼角抽动 此刻也是不由多了一分交集 若这两人真的就此同归于尽了 失去了这优秀的弟子 他们可少了一份功劳啊 嗡 在焦急的等候之中 稍许过后 一声闷响突然传出 旋即一股灰色的波动便是喷波而出 刷 波动传出 煞时 全场的修者眸光一转 视线赫然会给予一点 在前方一扇紫光灿灿的电门之上 紫光突然暴涨 有着波动传出 旋即 那大殿之门猛然颤动 似乎催动了什么静置 开始缓缓升起 一道惊呼声 也是随之想撤耳计 这是存放着紫禁腰牌的所在 从这里面出来的人 必然得到了紫禁腰牌 出来了么 会是谁了 各方势力的修者 手掌紧握 都不觉中抿了明嘴唇 脖子伸出 眸光紧紧的盯着那缓缓升起的电门 呼 附近的空气 似乎为之凝固 时间好像停滞在了此刻 画天门五宗许多修者 额头汗珠留下 既紧张又兴奋的盯着那升起的电门 当一道身影随着电门的升起 慢慢呈现出来时 众人却是不由升起一股恐慌 不敢正眼相看 似乎是害怕 结果揭晓后的失落 东 紫色的电门 彻底升起 一道刺眼的光芒折射而下 照耀在青年那张略带一丝疲倦的脸庞之上 无数道眸光 在此刻突然凝固 全场寂静 连呼吸之声都可清晰听见 青年身上血迹斑斑 衣衫蓝缕 凌乱的法思随风舞动 将之视线遮挡 却无法遮挡住 他身上那股独一无二的气势 都在这里吗 青年缓缓抬头 眼眸为妮 一道凌厉的眸光 自那乱法之下蹦射而出 呼 一阵微风伏来 将青年脸庞上的法思扶开 露出一张俊逸的脸庞 整个叫场的空气 似乎在此刻突然躁动了起来 是韩宇 竟然是他 怎么可能 郑师兄怎么会败了 无数道眸光 紧盯着那张突然出现的脸庞 发出惊诧之声 武宗的许多修者 更是撕心裂肺一般吼道 任谁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没有想到 最终会是这小子 略胜一筹啊 略攻的几位修者 也是满脸错愕的盯着那突然出现的青年 当初两人一战 一直都是政务员占据上风 虽说韩宇后来催动底牌 可前者动用原印之力后的实力 也是不容小觑啊 韩师兄胜了 韩师兄胜了 我就知道韩师兄一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的 画天门的修者 眼神略显呆滞似乎难以相信 最后韩宇会取胜 在呆滞之后 一片狂喜的惊呼声 也是随之想撤天际 依稀可以看见 他们那双眸子中晶莹闪烁 眼角有着泪珠滑落 都被这突然的结果 喜极而泣 这小子还真是让人振奋啊 凌飞眼眸为咪 那颗悬着的心 在那青年出现的刹那 终于是得以放了下来 她真是无所不能 不可战胜啊 百花门的少女 泥南自语 露出满脸崇拜之色 当初在青年 接连力懒狂澜 替他们解除凶险 在众人心中 似乎不可战胜的战神 可这一次 韩宇所面对的敌人之强 已经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那些对她充满信心的人 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淡定 不想在众人即将放弃的时候 却会带来这么振奋的结果 场中的惊呼之声 鼎沸般传出 音波滚滚 好像海浪冲击而来 将韩宇的身形 都是不由振了振 不过 就是夺得了紫金腰牌吗 需要这么激动吗 韩宇不由暗暗一愣 甩了甩头后 便迈着轻盈的步伐 向着叫场行去 韩师弟 刚才可担心死我们了 刚才你和那阵五员一战 可是吓死我们了啊 韩师兄 你伤得怎么样 华天门的修者 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激动 身形一晃 便落在韩宇的身前 将之团团围住 眸光扫视之时 就好像看着一个国宝一样 仔细地打量着他 呵呵 不就是一战吗 韩宇耸了耸肩 笑道 我命硬 可没有这么容易死 话虽如此 可以想到是才和政五员那一战 韩宇依然不由感到心有余悸 若不是他底牌甚多 哪里还有活命的机会 韩师弟恭喜你啊 林飞笑道 你应该获得了那紫禁腰牌吧 恩 韩宇点了点头 紫禁腰牌 是什么模样 呵呵 给我们看看吧 华天门几位青年眸中金光闪烁 略带火热地说道 得 韩宇手掌一番 一面紫光灿灿的腰牌 便出现在手中 这就是 紫禁腰牌啊 众人好奇地打量着韩宇手中之物 纷纷说道 里面似乎还有着一股灰色的气息波动啊 紫禁腰牌 这小子果然得到了紫禁腰牌 在见到韩宇手中的紫禁腰牌后 月宫的几位修者此时也从震惊中回了神 不由发出一声惊呼 呼 相视一眼 四位修者都向着韩宇掠去 月宫几位修者掠来 画天门的修者纷纷退后 让出一一条道 停止了喧哗 月宫几位修者那股无形的气息波动 让人心生敬畏 就连韩宇眉头也是忍不住一阵跳动 呼 月宫几位修者飘落余地 锐利的眸光 便是向着韩宇扫视而去 似要将之看各通透 这小子 庭内果然有着类似原因的火印存在 蒋利眉头一凝 一眼便是看出了韩宇的深浅 这是活辅 新月宫的沈若淮也是惊叉道 能将先天真火修炼至此 想必有着莫大的机缘啊 凭借四道天府境 却有此战力 潜力可谓不可限量啊 要月宫的皱青眼皮先动 眼睛眯成衣调缝 你难道 华天门弟子 韩宇 见过诸位月宫尊者 韩宇眼角微微颤动 略露异色 旋即拱手笑道 呵呵 你得到了月宫腰牌 不久后我们就是同门了 不必多礼 两宫几位修者 收回目光 笑道 韩宇淡淡一笑 也不再放下身段 心头却是在沉思着另外一件事情 第六百七十四章选择 那武宗的小子了 沉若怀眸光流转 扫了一眼 前方的店门 旋即问道 他 韩宇略为一愣 旋即淡淡地说道 已经死了 死了 两宫的修者都是谋路惊诧 当下那眉头也是不由皱了起来 略带警惕地向着对方的修者看去 心头呢喃道 那武宗的小子死了 这事情可有些棘手了啊 略攻几位修者 眸光流转 四露出为难之色 两宫本来是同出一脉 实力相当 此次都欲将这名天赋优异的弟子占为己有 可要争夺起来 实在没有几分优势 若是 韩宇体内的涅槃星炎在与政武员一战之时 消耗殆尽 那么或许此事还难办些 毕竟少了这等底牌 他的价值也就少了 在此次的弟子之中 还有着几名不错的弟子 双方倒是可以好好商量一番 哎 先看看其他弟子吧 略攻几位修者 相视一眼 便将视线落在了前方 剩下没有开启的殿门之上 韩宇的出现 虽引起了极大的震撼 不过众人对于各派弟子 是否能获得最终的名额也是其许不已 所以很快就转移了视线 将谋光落在了前方的殿门之上 就连韩宇本人对此也是其许不已 却不知 他们当中谁能获得紫禁腰牌了 韩宇眼眸一眯 嘴角尖不由掀起一抹 其许的笑容 画天门之中 虽然李戴山实力最强 开辟了五道天府 不过 那少雷及张蜜蜂的爆发力 却可称之为恐怖啊 在经过一个月的苦修后 少雷已经到了四道天府巅峰境距离 若给他足够的时间 凭借那雷元金印定可轻松 踏入五道天府境 拥有着神圆的张蜜蜂也是一举 踏入了神须小城巅峰境 经过一个月的融合 对于神圆的控制力 他也是变得得心应手 比起之前要强上了许多 若当真破釜沉舟 拼力一战 此间参加角逐之战的修者 少有人可敌 翁 在众人焦急的等待之下 随着一股元气波动弥漫开来 大殿之中善紫光灿灿的殿门 终于是缓缓升起 一位略显狼狈的青年随之出现 是神道门的张灵昭 这家伙已经倒点了神须大成镜 能获得紫禁腰牌也是情有可原 能获得此牌 往后再月宫 他也将是重点培养的对象 前途不可限量啊 各方势力的修者 纷纷惊呼道 那羡慕之情易于言表 但凡获得此牌的修者 只要努力修炼 必可有所成就 张师兄 是张师兄 张师兄获得了紫禁腰牌 神道门的修者甚感振奋 高声欢呼 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联系轻轻 就踏入了神须大成镜 这天赋也是不错 略攻的几位修者 也是唯唯点头 不过却便没有露出过多的惊喜之色 东 就在那神道门的张姓修者走出紫色殿门时 身后再次传来一阵气息波动 不过此次却不是紫禁光芒 是一个普通的殿门 赤诚师兄 画天门的修者突然惊呼道 在大殿之中 陈武汗迈步而出 乱法舞动 气息浮动 嘴角之中有着血迹残留 显然是经历了一场 大战方才由此斩获 呼 波动之声不断传来 旁边竟然有着几个殿门同时升起 一个个狼狈的青年赫然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赤黄师兄 赤刘师弟 整个教场之中 惊呼之声震荡天际 众人激动的模样 就好像是自己获得了月宫名额一般 鼎沸般的惊呼之不绝于耳 不大一会 紫禁腰牌的获得已经出炉 除了韩与吉纳神道门的张灵 分别有着百花门的梁东儿 黄灵儿 张蜜峰 邵蕾 那名来自王朝之中的刘炫 狂刀门的断言 炼臣宗神须静大成的窄赫 及一位小宗派的胡姓修者 除了这些修者 另外的普通腰牌也花落各家 忽 五十名获得月宫名额的修者 站立于前方的柱台之上 虽然众人衣衫蓝绿 却丝毫不影响他们成为万众瞩目的存在 这一次 画天门 韩与 张蜜峰少雷都获得紫禁腰牌 李戴山获得了普通腰牌 至于梅小小林浩宇等人 却是就此败北 还有这几名弟子身受重伤 若不是战后认输 差点隐恨于此 这一次 我们画天门可谓是成绩斐然啊 林飞眼眸一眯 露出满脸惬意之色 对于张蜜峰及少雷夺得紫禁腰牌 便没有多大惊诧 从两人身上磁石残留的气息波动来看 想必是催动了体内雷元精英级神员 有如此底牌 只要不遇到一些棘手的修者 他们还是有着几分优势的 林浩宇站立在侧 气息萎靡 眸光瞅向前方的柱台上的修者时 不由苦涩一笑 在上面 有着修者比他底蕴还略逊一分 却也获得了一个名额 他却因为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对手 就此败北 浩宇师弟 你也不必介怀 人生不仅需要实力 还得有着气韵和机遇 你现在不过是气韵有所不及罢了 不过 往后岁月漫长 也未必就没有踏上巅峰之路的机会 林飞安慰道 气韵 林浩宇微微一愣 这一次 他的确是败在了气韵之上 若是你有心 大可留在此地 以你现在的实力 若是遇到机缘 四年之后 必将踏上一个新的高度 林飞笑道 李氏叔让我此次留在战狱之中 林浩宇谋光金光闪烁 苦涩断消 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 当然 此地凶险异常 若要享有所收获 可将付出不小的代价啊 林飞谋鹿唏嘘 说道 当年和我留在此地的师兄弟 也就只剩下我一人了啊 林浩宇谋陈寅 似乎在考虑此事 毕竟 此地虽然有着诸多远古遗迹 可里面也伴随着一定危险 不管是那高阶妖兽 还是未知生物或者修者残杀 都有着丢掉性命的可能 见林浩宇谋陆沉思 林飞也不再多问 毕竟这些事情关系甚大 过多干预反而不好 现在该是月宫选择弟子了吧 林飞甩了甩头 旋即便将视线落在前方的铸台之上 诸位能够在此次角逐之战中脱颖而出 皆可成为月宫的修者 但凡得到紫禁腰牌者 可成为月宫重点培养的对象 只要努力修炼 便有着机会成为月宫核心弟子 清月宫的修者沈若槐 润了润喉 眸光扫视前方铸台之上的青年 贺道 核心弟子 韩宇等人都是谋碌精光 不由师生惊呼 月宫乃是统一十二大宗派的存在 修炼资源绝非任何一个宗派可比 若是能成为月宫的核心弟子 可谓真是前途光明 踏上巅峰之路指日可待啊 那些获得普通腰牌的弟子 谋碌羡慕 他们知道若自己想要成为核心弟子 必然要有着天大的机缘 见到 韩宇等人谋碌精光 月宫的修者不由暗暗点头 知道他们两宫对这些人 还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诸位应该知道 月宫分为新月宫 要月宫 此次五十名弟子 我们两宫将各自收取二十五名弟子 要月宫的奖励说道 那怎么选择了 一个弟子问道 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意愿 及我们两宫的协商分配人员 奖励说道 我想进入新月宫 炼陈宗那位神虚大成静的修者 翟赫说道 我炼陈宗有着师兄拜入新月宫 希望您能允许我这请求 你们先等一等 新月宫的沈若槐淡淡的瞅了一眼 翟赫说道 等一等 翟赫眉头一皱 眸子深处略过一丝不悦 他天赋也不错 可这沈若槐却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他一眼 这口气 岂能咽下去 沈若槐虽然已经到底了神虚巅峰境距离因神境只有一步之遥 不过翟赫相信若是给他一样的修炼资源 在这个年纪 也可以踏入此等境界 甚至一举迈入因神境 不过 对于翟赫的情绪波动 沈若槐没有一丝理会的意思 眸光一转 便是落在了旁边一个修者身上 他 住台上的修者都是一愣 不明白沈若槐会不惜无视获得紫荆腰排翟赫的请求 将谋光落在另外一个修者身上 他意欲合为 谭小哥 你可愿意加入我新月宫 沈若槐善善一笑 颇为和气地说道 你 谭与眉头一弯 说道 加入新月宫 不错 沈若槐笑道 我们新月宫 比运魂后 无论是恋神一道还是恋体一道 都颇有造诣 你若加入我宫 定将得到重点培养 成为核心弟子指日可待 呵呵 沈师兄说的不错 若是成为了核心弟子 可是有着机会踏入圣域啊 旁边的孔幸修者也是善笑道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两位月宫的修者竟然会放逼身段 拉拢这小子 旁边那些获得名额的修者 甚感惊诧 不由小声议论 炼陈宗的修者 宅赫眼角战动 虽有不愤 却也只得咬了咬牙 将那恶气咽下去 宅赫现在踏入了神须大成镜 实力有所增加 若是沈若槐对别的修者另眼相看 他肯定会不服 可对韩宇 他却没有一丝不愤 眼角的余光瞅向旁边青年时 依然感到心有余悸 当初他亲眼看见韩宇一举斩杀了同样 踏入神须大成镜的季允川 其敢有着一丝狂妄之意 季允川不仅踏入了神须大成镜 手中可是还有着季神元剑啊 第675章不愿意 铸台之上许多修者 没有见识过韩宇的实力 月宫的两位修者此时的拉拢之举 自然会让他们有所惊诧 不过 一些知道韩宇底蕴的修者 却便没有露出过多的惊诧 尤其是那些在场外见到韩宇和正五元一战的修者 都是谋路羡慕之色 能得到月宫的如此重视 以后搬入月宫 肯定是前途无量啊 韩老弟 我们要月宫可不比新月宫差 若是你搬入我们宫中 可直接享受核心弟子的待遇 到时你的实力定然突飞猛进 可谓然前途无量啊 要月宫的邹青那微胖的眼角一阵战动 在白了一眼新月宫的两位修者后 连忙许诺道 不错 不错 韩老弟 你可得仔细考虑啊 奖励谋中金光闪烁 搓了搓手掌 有些兴奋地说道 凭借你的天赋 只要拜入我邀月宫 我们可以向长老秉明 直接让你成为核心弟子 那修炼资源可不是常人可拥有啊 我们邀月宫不仅实力雄厚 弟子和睦 老哥我不妨 悄悄告诉你一句 我们邀月宫 可是还有着许多美女哦 邹青眼眸一眯 谋犯鬼笑 说道 奖励及邹青不留余力的拉拢 顿时让得其他获得腰牌的修者 满脸错愕 不知发生了什么 这小子竟然让两宫的修者为之 不惜放下身段 竭力拉拢 热得多大的机缘啊 这小子有这么大的魅力吗 众人纷纷惊疑不定 呵呵 看来韩师弟往后再修炼一道之上 可谓是前途一片光明啊 少蕾等人不由为韩宇高兴 脸上也有着羡慕之色 能得到月宫的重点培养和仇实力 不可以突飞猛进 还有美女吗 听得邹青二人的言辞 韩宇眉头一弯 某种不由金光闪烁 脑海之中浮现出了一道气质出尘的可爱身影 这丫头 现在应该已经出落的越发美丽了吧 这两个家伙真是不要脸 见到邹青二人不仅开出了直接让韩宇成为核心弟子的条件 最后连美女都拉出来了 新月宫的两位修者 不由连连翻了翻白眼 满脸鄙夷之色 韩小哥 你可别听他们的 邀月宫内部竞争甚是激烈 要想成为核心弟子可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新月宫则不同 沈若槐连忙说道 况且要月宫的女弟子 哪有我们新月宫多 你来我们这里吧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沈若槐的言辞也是引来奖励二人一阵鄙夷 韩小哥 你可要慎重考虑啊 你还有什么条件 都尽管开口 两宫的修者纷纷不甘示弱地说道 这两宫的修者疯了吗 见到原本心中高高在上的月宫修者 此时好像泼妇骂街一般的争抢着一个名额全场的修者 瞪大了眼睛 都露出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要知道 月宫的修者在不计在那里也是有了一定的人脉存在 可不这些还没有正式踏入月宫的修者可比啊 这小子真是走运啊 在略为感慨后众人不由将谋光汇集在了韩宇身上 一些修者不由为那宅和感到委屈 同时获得了紫禁腰排的修者 这待遇怎么就相差那么远了 一个提出要求 却被无视 一个却被两宫的修者放下身段拉拢 莫非是人品问题 在众人惊诧于两宫修者的态度转变之时 月宫几位修者却满脸紧张的 将韩宇给盯着眼巴巴的等候着他的答复 要知道若是能拉拢一位天赋异禀 极有潜力的修者不仅可以得到月宫的奖励 也可趁此与之攀上交情 待得此人往后在修炼界有点成就后 也多了一个有力的靠山 这些潜在的利益可是数之不清啊 奖励等人此时虽然实力不弱 看似光鲜有着无上荣耀 可他们心底的苦涩唯有自己知道 一个月宫弟子却被派来驻守这个远古废去的战狱 在门中若有着一定地位 谁愿意来此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 韩宇手摸着鼻子 嘴角擒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 眸光扫视着月宫的几位修者 也是露出一丝惊诧之色 呵呵诸位的盛行 小弟我心领不过我心中早有病数 韩宇善善一笑说道 怎么 你愿意加入我们新月宫了 孔幸修者笑盈盈地说道 去你的 别臭美了 他肯定是加入我们妖月宫 揍清挺了挺胸腹 身上肥肉颤动 呵斥道 对不起我不愿意 韩宇说道 不愿意 你不愿意加入那里 几人眸中光滑流转 皱着眉头 起声道 我加入妖月宫 可行 韩宇盯着那身形为胖的 皱青说道 妖月宫 你不愿意加入妖月宫 韩宇答非所问 所得月宫的几位修者一时 谋路错愕 你要加入我妖月宫 行 怎么会不行了 皱青谋中转动 一阵沉思后 似有所觉 顿时有些语无伦次第说道 韩小哥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们新月宫 不仅待遇好 可给你最浑厚的修炼资源 还有诸多倾国清城的女弟子等着你去勾搭 你可莫要错过了机会啊 孔幸修者和沈若怀皱了皱眉 玄机有些不甘心地说道 抱歉 我对你们那里的妹子不感兴趣 韩宇拱了拱手 说道 其实对于新月宫在韩宇心中 定然要会一会 欧阳紫月可就在那里啊 不过韩宇却不想 败入他们宫中 根据他推断 欧阳紫月应该就算被当初在百花谷遇到的那奥义修者带入了新月宫 一想起在阴阳泉内和那白衣女子的一段孽缘 韩宇就不由打了个冷颤 现在已经过去近三年 昔日的白衣女子实力该强悍到了何种地步了 她在新月宫中是什么身份 可有追逐者 若是韩宇贸然败入此宫中 两人相遇那种种未知的变故 可不是她所能应付的 当初那白衣女子 可是不惜对韩宇赶尽杀绝 以选她的清白啊 当然 若只是这些原因 也不能成为韩宇撇去新月宫 选择要月宫的原因 为什么 你真要选择要月宫吗 得到了韩宇的答复 沈若槐脸色一沉 问道 为什么 韩宇眼眸一眯 脑海之中 光影掠过 依稀回到了当初在画天门即将出发前往天南战域的前几日 在一处山巅之山 两个男子之间的对话 凭借你的天赋及手段 将有着七成机会获得月宫的名额 若你获得月宫的名额 到时我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风济远双手背负 一双漆黑的眸子跳往虚空 眸光中充满了沧桑的凄凉 让人心酸 什么事情 韩宇瞅了一眼 旁边的其男子 略带着一丝疑惑 问道 他实在想不透 这个曾经 名震天南的男子 会有着一颗充满沧桑悲凉的心 李若获得月宫的名额 便拜入邀月宫 然后替我一位故人 报仇血恨 风济远偏过头 深深的瞅了一眼韩宇后 肃然而道 拜入邀月宫 替你故人报仇 韩宇甚感疑惑 依稀似乎猜测到了什么 李应该听说当年 我曾经 杀入月宫 斩杀公府静修者的事情吧 风济远 远眯了眯眼睛 反问道 恩 韩宇点点头 事情 就要从十六前抒起 风济远眸路追忆之色 向着韩宇将当年事情的始末 徐徐道来 就这样我杀入星月宫 斩杀了两名公府静的修者 和几名奥义修者 顿了顿风 既远继续说道 可惜 星月宫高手如云 很快 那人的一位长者便赶来 将我击溃 公府被正溃 修为悔去 险些丧命 若不是我一位族人及时闻熏而来 我已经隐恨星月宫 哪有命在 那一次 我虽然斩杀了几名凶手 却便没有将之斩尽杀绝 可对付势力庞大 盘根错节 就连我那位在星月宫的族人 都无法追究其责任 为此 我回到化天门后 郁郁不欢 颓废的过了十几年 风继远不慎唏嘘地说道 这仇 你可愿意替我报 前辈所托 在下定当在所不辞 韩宇斩钉结铁地说道 好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风继远颇为振奋地说道 我当初就知道你是个血性的汉子 果然没有看出你 可是 晚辈实力低违 只怕难以升任 韩宇说道 风继远曾经屡次出手相救 此时有恃相托 他自然在所不辞 可怜风继远在月宫的族人 都无法摆平的事情 他醒了 此事便不是让你一朝一夕完成 凭借你的潜力 我相信终有一日可成 风继远瞅了一眼韩宇 略作迟 说道 况且 你也不是凡人 你将来要去的地方 可不止月宫这么简单 若你的实力真到达了那个地步 此事自然可以轻易解决 韩宇知道风继远一由所指 皱了皱眉 问道 风前辈可知道我手中鸾灵刀的来历 此刀虽然并非罕见宝物 可这刀柄 署名血玉 却极为不简单啊 风继远眼眸一眉 颇为凝重地说道 血玉 前辈你可知道这到底代表什么 韩宇心头咯噔一跳 体内气息涌动 有些激动的问道 这个问题 一直缭绕心头 却无法解决 好像一块巨石压着韩宇 让它无法松懈 据我所知 唯有血玉圣公修者炼制的冰院方可署名 血玉二字 风继远缓缓缓说道 眸光之中依稀流转着激动之色 似乎对血玉充满了敬畏 仿佛那里就是人间仙境 令人心生向往 第676章 请求 难道我母亲是血玉圣公的人 潘雨身形一颤 如被重击 好像巨石压身 身吸了口气 说道 但凭一顶刀 难以判定你母亲的身份 风继远说道 血玉甚大 难免有些人会得到圣公的赏赐 不过 但凡和圣公有着牵连的人 都将是让人窒息的存在 这可足以说明一点 你母亲的身份非同一般 血玉圣公 听着这两个陌生的词汇 含语咬了咬牙 一个誓言悄然在心头立下 无论如何艰难 他都要去血玉闯一闯 就算是天王老子都不能阻碍他与母亲相聚 如若不然 遇神杀神 遇佛诸佛 也就算因为知道了你母亲的身份 当初门中那些长老 这才不敢贸然动你 风继远眼眸一眯 遥望虚空 说道 任何能和圣公搭上关系的事例 都不是化天门这种宗派可轻易招热啊 血玉当真这么可怕 含语谋光一宁说道 以后你若接触了那里 便可知晓 风继远语重心长的 说道 你的身份莫要张扬 不然或许将给你引来无望之灾 你应该知道你母亲为何会与你分得两地吧 我会小心的 韩语略为沉吟说道 风继远微微点头 也不多言 虽说他不知道韩语的生长环境及家世 可只要略为思索 就可知道一二 血玉的修者高高在上 其会与那些在他们眼中仿若楼椅的修者攀上关系 就算韩母有意 他背后的势力了 现在他们分得两地就是最好的权势 韩母的背后的势力 显然对此是持反对之意 不然岂会让他们母子分离 风前辈至情至性为了故人不惜赴汤道火在所不辞 我既受你所托 自当在所不辞 我会竭尽所能地 揪出那些残害你故人的凶手 昔日的一幕目历历在目 韩语蒙望虚空 泥南轻雨 月宫 雪玉 那将是我下一个战场 当初封济远的故人遭到仇人暗散 双双毙命 待得他知道消息时 已经为时已晚 就算斩杀了几名凶手 却依然有着罪魁祸首逍遥法外 韩语现在的任务 就是进入妖月宫了解此事 随后刺激报仇 当初封济远屡次出手相救 不管他目的何在 韩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前者多数是因为 两人性情相投之故才出手 不然 就算韩语身份如何 未能尝尝起来 依旧是浮云 况且正如封济远所说 他这身份贸然张扬 反而会引来祸患 韩老弟你可还有条件 见到韩语表情殷勤不定 眸光突然变得凌厉了起来 揍青眼皮不由微微跳动 旋即笑盈盈地说道 旁边的奖励也是满脸笑容的盯着韩语 心情甚好 条件 韩语唯唯一愣 从思绪中回过神来 旋即手摸着鼻梁笑说道 小弟还真有着一个不情之情 还望诸位师兄答应 李尽管说 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你 揍青眉头挑动好奇的 瞅了一眼韩语后 笑道 我想此次先回到天南办些事情 再前往邀越宫 可行 韩语摊了摊手掌 说道 怎么 你此次不和我们一起走 揍青眉头一皱 问道 韩老弟 你有什么事情要办 旁边的奖励也是有些诧异的 说道 要知道 邀越宫距离天南甚远 就算奥义修者 不留余力的催动元气顿飞而行 也要数个月方可到达 再加上途中妖兽阻拦 着实犯不着 为此耽搁时间啊 要数月方可到达啊 韩语眉头微微一皱 对于月宫的所在之源也是感到一阵头疼 你应当知道 月宫之中资源丰富 你若成为了核心弟子 这几个月时间足以让你修为图飞猛进啊 邹青劝说道 若是没有大事 你还是和我们一同以真法传颂至月宫吧 抱歉 此时我还真的飞去不可 还请两位师兄通融通融 韩语拱了拱手 说道 李真飞去不可 邹青皱眉道 恩 韩语点了点头 见到韩语这般坚定的模样 附近的修者都是谋路惊诧 要知道这几个月时间 若是有着足够资源 或许可以让一个奥义修者 开辟一两道天福了啊 青月宫的两位修者抿了明嘴唇 欲言又止 想开口拉拢韩语 不过想起这青年先前那拒绝的决然 也就拉不下脸面了 毕竟他们也是有着身份的人 好 你既然要去 那我可以替你智慧门中长老 不过往后到达了月宫 只怕少不得一些麻烦啊 邹青咬了咬牙 一口硬沉了下来 呵呵 以后的事情 就烦恼两位师兄了 见邹青答应了下来 韩语笑了笑说道 这个自然 邹青摆了白手 说道 你打算几个月后再去月宫 半个年以后吧 韩语想了想说道 不如这样 三个月后我们前往画天门接你 免得你白费几个月时间赶路 奖励说道 三个月 也好 有几位师兄前来相接 那最好不过了 韩语略为一顿 玄疾笑道 呵呵 到时只要你在宫中 有所表现 也就不枉我们一番心意了 邹青笑道 他们二人如此费力的将韩语弄到月宫 若是因为几个月时间耽搁了修炼 使得他在考核之后名不复实 到时难堪的可是他们二人啊 呵呵 沈兄这几名弟子中 就先任由你挑选一位吧 江韩语顺利纳入门下后 邹青心情一片大好 当下眼眸一眯 脸上的肥肉微微颤动 挑眉一笑说道 哼 沈若怀冷恒一声 眸光一转 便向着另外几位 获得紫禁腰牌的修者扫视而去 我们可不可以也加入妖月宫 沈若怀眸光刚一扫视而来 一道清脆月耳的声音 便是骚然响起 却见 梁东尔伸了伸脖子 再吵了一眼旁边的韩语后 眨了眨眼睛 说道 你 蒋烈二人唯唯一愣 不由打亮了一眼梁东尔 我和我师姐 梁东尔缩了缩脖子说道 我们也想加入妖月宫 旁边的少雷及张蜜蜂相视一眼 再吵了一眼韩语后 说道 呵呵 沈兄 你们可有意见 见到众人这般模样 邹青立即知道其中缘由 当下眼眸一眯 笑说道 既然他们都愿意加入你妖月宫 我岂有不成全在理 沈若怀脸色煞白 当下视线落在 那些获得普通腰牌的弟子身上 冷喝道 你们还有谁要加入妖月宫的 冷喝之声响彻全场 那股不愤之意 昭然若揭 众人都知道此人想来是被气到了极点 平日别人可都是削尖了脑袋 要进入他们新月宫 竟然却都避之不及 他岂能不气愤 杜氏这小子 冷恨一声后 沈若怀疾那孔幸修者不由怨恨的 瞅了一眼韩语 在新月宫两位修者阴森的眸光扫视下 其他修者顿时静若寒蝉 生怕得罪了此人 往后若败入门中被穿了小鞋 我也要加入妖月宫 一道声音 极为不合适的突然响起 将那份诡异的气氛打破 你 新月宫两位修者眉头一颤 想来是没有想到 此时还有人赶出他们的怒火 当下冷冷地说道 要加就加吧 这人 自然就是化天门的陈武寒了 他们一门修者都进入了妖月宫 他岂有独去新月宫之礼 有着这些一起出死入生的兄弟在 往后进入月宫中也可以有着一丝立足之地 不至于任人宰割啊 建成武还愿意加入妖月宫 邹青两人也是颇为乐意 他们妖月宫和新月宫 势力相当 往常可是极少有人 如此一边倒的撇开新月宫加入他们啊 弟子分配 很快就完毕 韩宇 少雷张蜜蜂及梁东而黄林而刚好 五个名额 其他几人十分自然地就归了新月宫 对于那些获得普通腰牌的弟子 双方再没有发生这种争执了 这些人虽然天赋不弱 可两宫之中 天赋优异的弟子 不计其数 还犯不着为了他们 逼声下气 多费口舌 休息两天 后天便开启前往各方的传送阵 月宫的几位修者 向着各方势力的修者 立合一声后 这次的角逐之战也随之落幕 此次角逐之战 最大的赢家还算是化天门 尤其是韩宇和政务员那一战 让所有人为之震撼 最后韩宇得到邀月宫的垂青 更是让所有人羡慕不已 不难想象 在若干年后 此子定可迈入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境地 那时 他们将只能望其向背 刷刷 场中的修者 随着月宫的几位修者的退去 好像蝗虫一般略向四方 但凡获得了月宫名额的修者 都得到了一些赏赐 以嘉奖他们门中长者 这些东西 对于进入天南战域的个别修者来说 或许便不稀罕 可对于如杜虫那等处于准傲一径 迟迟无法突破的修者来说 却无疑是莫大的恩惠 梦寐以求之物 韩宇也得到了些赏赐 里面的东西 他扫视了一眼 有着诸多丹药 想起当初杜虫对他的照顾 也是不由露出一丝惠心的笑容 有着这些东西 虽不能使杜虫成为高价修者 跨入傲益境却并非难事 本中诸位师兄弟 略为寒暄后 韩宇等人就开始调习 他们这一战 都受伤不轻 好在各自获得的腰牌之中 似乎有着一股特殊的气流可调养伤势 颇惧其笑 为此他们也不用为疗伤过多担忧了 第677张故地 角逐之战后 岳城相对来说要安静了许多 那些参加比赛的修者 一心疗伤 其他人则在考虑着是否要留在此地 总之 整个天南战域似乎都陷入一片诡异的宁静之中 东 两天时间 眨眼便消逝 清晨时分 一声悠扬的钟声突然在月城之中震荡开来 滚滚音波缭绕四周 响彻于各个角落 要开启传颂阵了吗 月城的某间屋舍之中 寒雨盘旋于卧榻之上 眼皮微微仙动 紧闭的眸子猛然睁开 灵力的眸光略过天际 似乎洞穿了虚空 你难道 终于要离开这里了啊 九颜天龙略出火胎 身形落在韩雨肩膀上 眸子一眯略带唏嘘道 我们走吧 韩雨瞅了一眼 肩膀上的九颜天龙 豁然起身 便向着屋外走去 韩师兄 韩师弟 画天门的修者早已经等候于怨落之中 见到韩雨纷纷呼道 韩师兄 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去 要月宫吗 梁东儿此时也是来此相聚 见到韩雨出来 连忙迎上来 明亮的眸子眨了眨 嘟囔着小嘴 有些不舍地说道 我另外有事 所以就不和你们一起去了 韩雨摊了摊手掌说道 那你要早些时候去月宫喔 梁东儿娇称道 不然 我被人欺负了可没有人替我出头 呵呵 有这么多师兄和你一起 就算进入了月宫也没有人敢欺负你 韩雨笑了笑 玄机丑相少雷等人说道 少师兄 以后进入月宫 你们可得相互互持啊 那是自然 你就放心 我们化天门的人 可不是任人欺负的料 少雷挺胸说道 梁东儿满脸心酸 抿了抿嘴唇 想要说什么却闭上了嘴唇 那我们出发吧 李戴山谋光一宁 旋即向着旁边的师兄弟 说道 诸位师兄弟 带我们向门中长者问好 哼 众人其一声应道 他们知道 这一别或许 往后在无相见之日 可是此行所结下的那份兄弟情仪 却定当铭记于心 若不是这些师兄 不离不弃 他们实力低违 岂有命在 刷 破空之声 突然响起 旋即众人便向着月城之众 一处山脚下掠去 在那里 有着一个巨大的轿场 排列着无数个古老的镇台 此刻 这些镇台之间 光芒灿灿 镇住之上浮转流转 磅驳的气息波动 蔓延开来 整个轿场 好像元气海潮 置身其中 就连韩宇等感到呼吸困难 这月宫的手笔可真不小啊 望着那壮观的轿场 韩宇眉头一鸣 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 轿场之上 有着通往各个门派 即诸多王朝之间的传送镇 虽然无法达到每个王朝必通 却也达到了每三个王朝 就有着一个传送镇 这些传送镇 都是单向传送镇 只有月宫开启静置 方可传送 外人却无法连接此镇 将人由外面传送入此间 当初画天门的传送镇 也是单向传送镇 这种单向传送镇 建造相对要容易些 一般势力 便可建立 至于双向传送镇 却非大神通者不能建造 我们就此一别 画天门的修者 扫视了一眼 下方的众多传送镇 旋即拱了拱手 便各本东西 在前方 有着两个气势 特别雄厚的传送镇 此刻 星月宫和妖月宫的两位修者 分别站立在镇台之前 这赫然就算通向两宫的双向传送镇 在蒋立邹青身边 此时已经多了两个气息不弱的修者 看那模样怎么也达到了奥义巴附近的修为 正是被派来接替这两人驻守战域的修者 在星月宫修者旁边也同样有着两人 不过他们交谈之时 那沈若槐的脸色却显得有些不愤 向来是在为韩宇一事所恼目 唰 韩宇再瞅了一眼 要月宫的几位修者后 身形一晃 便向着不远处的一个单向传送镇略去 镇法已经触动只要 投入足够多的元金时 就可将修者传送到 一个大概的地点 此镇并非传送入大秦王朝 却是大秦王朝西部的一个王朝 也是韩宇的所在 镇法前面 已经有着几个修者促勇在此 不过 也没有急着催动镇法离开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当见到韩宇向此略来后 几人不由露出惊诧的表情 你难道 他怎么向此来了 不过在略为惊诧后 众人突然一喜 此人一来 就可解决他们的难题啊 你们 怎么还不动身 韩宇飘落于镇台前 瞅了一眼 那六个修者 淡淡地说道 我们元金时不够 所以想看看还有没有同行的人 一个皮肤有黑的修者说道 韩公子 你要用这传颂证吗 旁边一个虎背熊腰的修者 浓眉耸动有些兴奋地说道 恩 韩宇点了点头 说道 你们可还认识有人要用此证没有 还有这几人和我们一起同来 本来想去等他们 却不见了踪影 现在只得再等等了 那位皮肤有黑的修者 有些居警帝说道 对于这个轰动整个天南战域的青年 他可是不止有着几分敬畏啊 扫视了一眼这几人 韩宇便没有催促 这些人实力低违 不过两道天府境 最高的一个也是三道天府境 一看就知道是一些普通势力的修者 来此一次 极为不易 此刻定是想留些圆金石头备用 毕竟离开此地后 没有了机缘 圆金石就算提升实力的唯一捷径了啊 在等候了片刻 却依然没有人来此 韩宇眉头一挑 瞅了一眼旁边几位修者 说道 你们现在可以拿出多少圆金石 不够的我凑上 那好 听得韩宇之言 众人都是谋鹿喜色 当下凑了下圆金石 韩宇掏出一袋圆金石 也不吝啬 便将之注入了前方镇柱之中 他这一路上来 御敌不少 顺便也获得了许多的圆金石 尤其是在镇五元的储物袋中 可是收获颇丰啊 嗡 镇柱光芒灿灿 很快就催动了起来 当虚空泛起一阵涟漪 一片光幕笼罩镇台之时 韩宇身形一晃 便掠入了其中 另外几个修者 也不迟疑 纷纷掠入其中 一股灰色的气息突然传出 镇台之上空间蠕动 似乎沟通了天地时空 一个诡异的气息随之形成 呼 气旋形成一股吸扯之力倾覆而下 一举便将寒雨等人吸入 那个深邃无比的气旋之中 翁 山巒之中 云雾缭绕 微风拂过清爽透夫 郁郁苍苍的树林波澜起伏 好像一片翠绿的灵海 远远看去壮观不已 修 圆楚的天际 突然掠过一道顿光 只见一个青年 身若流光 好像这仙一般 顿向圆楚 嗷吼 一股无形的气势 弥漫开来 顿时引起山巒之间 无数情鸟妖兽的咆哮提名 翁 驱空微微一颤 青年的身形突然停滞于一片山谷之中 一双锐利四肩的牟子紧钉前方 在青年的前方 有着一片光幕 笼罩四方一望无际 光幕之上 散发着一股灰色的气息波动 一些飞过的禽鸟 偶然触及光幕 都会被一股突然爆发出来的波动症的粉身碎骨 看来这百花骨的静致 比起当初要强上了许多啊 青年眼皮先动 叹息了口气说道 当初想必是这静致松动之时 你们才会如此轻易进入 现在只怕有些困难了 青年的肩膀一条金光灿灿 形似四角蛇的生物 挥了挥小爪子说道 这赫然就是从天南战域出来的寒语 他们从战域出来后 一路行来 已经到达了大秦王朝的西北部 路径百花骨 也就顺便来看一下 能否将这封印撕裂 再进入里面一探 既然来了 也得试试看 这封印到底强悍到了什么地步 寒语耸了耸肩 旋即手掌一番 穷颜剑赫然出现在手 刷 火红的剑光斩裂天际 再掀起一片 元气波动后 赫然落在前方的封印光幕之上 嗡 剑光还未曾触及封印光幕 前方封印猛然一颤 旋即光幕之上纹路流转一股磅的气息波动蔓延而开 一道耀眼的光芒突然暴涨 好像海水一般将那火红的剑光淹没 好强的气息波动 看来这封印真的唯有百年一次的松动之时方可轻易撕裂啊 寒语眉头一皱 现在它虽然实力不弱 可面对这远古修者留下的封印依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呼 光芒逐渐消散 一片静止波动潮水一般席卷而出 寒语这一剑便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要想破除这封印还差了不少啊 看来这里面的东西是无缘得到了 谭与手掌一扶将那震荡开来的元气波动正溃 嘞喃一句之后 常见一收也没有要再破除封印的意思 等留下这等封印的修者实力定然通天 若不是遇到封印松动之时还不是傲易修者可轻易破除 这里面的东西无法得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九言天龙挥了挥小爪说道 大清王朝的龙脉松动 凭借你我的实力 就算他现在没有自行冲破封印 也可以以人力筑齐破除封印 不过当务之急 是你将实力提升到神须大成镜 这样将有着更大的把握摄取龙脉 神须大成镜 可不是这般容易突破啊 谭与叹息口气 说道 他虽有着诸多灵药 可到达了神须小城巅峰境 普通药材已经无济于事 唯有那种极其罕见的药材才有效果 先看着办吧 九言天龙瘫了瘫小爪 说道 现在你打算去哪 既然来了 这里就去景阳城看看吧 谭与眼眸一眯 眺望虚空 唏嘘道 这一别 不知该何时方可再和父亲一句啊 第678章变故 去日东升 一缕温雪的阳光挥洒而下 熠熠生辉 为这个极尽的城池增添了几分色彩 若是在往日 这处位于景阳城最繁华的街道之上 早就应该有着许多的商贩开始摆设摊贩 占据着街道两边的位置 就连街道东边的李家老店也开门营业了 可是今天 这条街道却极尽无声 宝然一片秋叶被微风卷洞掀起一片 滑滑之声都带着几分阴森之气 让人只觉脊髓发寒 欲 在城中的一处大宅院之前 一辆马车急驰而来 马上的车夫 手急眼快的一勒马将 将车子 稳住 身形一掠 落在门前 喝道 老爷子来了 快开门 守卫在大门之前的两个门卫 神色慌张 连忙硬城 并将紧闭的大门打开 各知 大门开启声方才传出 在马车之上 一个两并斑白的老者 便矫健地从马车之上一跃而下 好像狐猴一般 没入了开启的大门之中 咯噔 老者没入大门之中 一声巨响只见那珠门猛然一合 便紧紧地关闭了起来 大门之前只剩下两个神色略显慌张的门卫 围皱着眉头 眸光游离不定地向着那咬无人烟的街道扫来扫去 似乎在提防着什么 朱虹的大门牌匾之上 欧阳两字 依旧苍尽有力 可在这凄凉的门停之前 却显得有些黯淡无光 父亲 你通知了他们没有 老者方一进入院门 便有着两个中年男子 急步上前 满脸焦急地问道 已经通知了 老者缓缓抬头 斜偏了一眼来人 叹息一声 说道 这老者正是欧阳老爷子 至于旁边两人却是欧阳红及其兄长 那他们有何打算 欧阳红皱眉道 现在锦阳城已经被各大势力封锁 他们能有什么打算 欧阳老爷子叹息道 现在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唉 真是造化弄人啊 欧阳红摇了摇头不慎唏道 没有想到 当年风光无限的寒家 却会沦落到灭族的绝地 真是事事难料啊 都是韩羽那小子 竟然捅出了这么大的祸事 据说此次海家出手 可是得到了炼臣宗的授意啊 欧阳老大叹息道 希望此次不会不及我们欧阳家吧 欧阳老爷子仰手一探 说道 唉 若早知道是炼臣宗授意 当初还是宗族派人来时 我们就应该撒手不管 这下就算求和 只怕也没有这么容易了 欧阳老大满脸苦涩地说道 此事谁能预料了 本以为韩羽那小子 伴入了化天门 前途无量 谁曾想到 他如此胆大包天 吕沙恋陈宗的修者 忍下这么大的麻烦 现在倒好 我们不仅没有沾到一点光 反而被连累了 欧阳红满脸不愤地说道 事已至此 你们也别埋怨了 欧阳老爷子 扶了扶手说道 希望我们送去的信表面立场后 海誓宗族能就此放过我们吧 也唯有如此了 欧阳兄弟也是满脸无论地说道 现在他们欧阳家的产业 可是遭到了各方势力的觊觎 若是海誓宗族 不肯放过他们 那么此次也就唯有听天由命了 相比欧阳府的紧张气氛 井阳城的其他势力却是蠢蠢欲动 那邻家及海家都在趁此占据产业企图 取缔欧阳府及寒家的地位 至于城主府 南宫旗及南宫远兄弟 此时也是满脸愁云 似有乌云笼罩 使得整个府邸的气氛都变得极为压抑了起来 上次虽说击亏了海誓宗族的来犯 不过此次可是听闻那海誓宗族的奥义修者将亲自出马 韩家是真的要亡了啊 南宫旗叹息道 唉 任谁都想不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你说韩宇那小子 怎么会如此嚣张 连练陈宗兜的修者都敢斩杀了 南宫远也是满脸无奈地说道 我们虽然送了信给华天门 可是我等无法踏空而行 带的信件到达华天门后 只怕已经为时已晚了 借老眉头紧锁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也不是他所预料的 宇儿和林儿在华天门 相信海誓宗族还是会有所忌惮 不过韩家却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南宫旗叹息道 不知韩宇那小子现在怎么样了 一边的南宫就说道 他 南宫旗苦涩一笑 说道 据海誓宗族的修者所言 韩宇斩杀了炼臣宗一位极其重要的弟子 只怕是下场也将好步到哪里去啊 难道 真是天要王他韩家 南宫远等人纷纷无力说道 现在海誓宗族的奥义修者即将来犯 就算他们有着关系在华天门 也是远水难解尽可啊 这一日 天色阴沉 给人一种莫名的压抑 韩家的大门前 一阵马蹄之声急促传来 突然将那份压抑打破 咚咚 几辆奢滑的马车 率先狂奔而来 在他们的身后 有着数十名修者 骑着骏马 紧随而来 一个个手持冰刃 气势汹汹 于 骏马四名 只见一辆奢滑的马车 突然停在韩家的大门之前 一个身穿锦衣的男子服开车帘 嘴角挑起一抹冷笑 瞅了一眼 眼前刻有韩府二字的牌匾 音邪一笑 旋即身形便略下马车 静止向着前方的大门迈去 此人 乃是林家的老大 林生 自从林家老爷子隐退后 林家的实际的掌权者 你们是谁 韩府门前 一个门卫 谋带敌意 贺道 我们是林家的人 告诉你们韩家主事的人 林家来帮你们来了 林生轻挑地说道 林家 我们韩家不用你们帮 另外一个门卫 冷横道 嚣张什么 你们韩家都大祸零头了 难道你们还以为是当初 纳得在锦阳城如日中天的韩家吗 林生身后 走出一个眸光阴质 眉毛细长的男子 冷贺道 就算我们韩家大难零头了 也不是你们零可犯 快给我们滚不难 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韩家的门卫满脸敌意地说道 哎呀 一个小小的门卫都这么目中无人 怪不得你们韩家要遭此灭族之祸 那谋光阴质的男子音森道 韩家两个门卫 谋中怒火喷勃 瞧那模样似乎一言不合就要大打出手 韩山让他们进来 就在此时 韩家的大门缓缓开启 一个中年男子走出两步 淡淡地瞅了一眼林家的修者 玄吉说道 韩英熟 可是他们 韩山咬了咬牙 玄吉瞅了一眼 那中年男子满脸不愤 我们自有定义 门内的韩英瞅了一眼 林生说道 你们可以进来 不过其余人却地留在此地 呵呵 还是韩英凶声名大义 你放心 我们此次绝对是来帮忙的 林生呵呵一笑 向着身后的几位中年男子 挥了挥手 便随着韩英向着韩府迈步而去 林生带领着几位气势不弱的修者进入韩府后 林家的其他修者 便整齐地助力在外面的街道上 一股肃然之气 蔓延开来 引人心神发寒 如今的韩府 府邸之大 已非昔日可比 早已精致够了一块地皮 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宅邸 俨然是打算 在锦阳城落地生根 不过 在韩府附近 依然还是有着一些府邸存在 总是有着一些 势力之人 希望就近巴结 当地最为瞩目的势力 不过 此刻确认谁也想不到 当初那如日中天的韩府 却会沦落至此 这是林家的人马 他们来这干嘛 看来 这韩家又有麻烦了啊 据说海市宗族上次溃败后 他们族中的奥义修者决定亲自带队 将韩家灭族 林家此行 只怕是想趁机侵占韩府的产业吧 如此大动静 自然是引得附近的修者探头相望 众人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不敢贸然开门 只是在屋内议论 似乎生怕被战火隐身 韩山哥 你说这些林家的人来此干什么 韩府门前 一个身形彪悍 虎头虎脑的青年 浓眉耸动 满脸敌意的瞅了一眼 前方接到驻留的林家修者后 向着旁边一个憨厚敦实的青年说道 哼 这些人 平日里见了我们韩家人 低头哈腰 现在我们有难 却如此趾高气扬 还带领着大队人马来此 肯定没有好事 韩山满脸不愤地说道 他们虽然人多 要对付我们韩家 却还差了些 他们来此又能如何 那个憨厚的青年问道 肯定是不怀好意 韩山也不知所以然 咬了咬牙说道 不 那憨厚的青年 应了一声 旋即皱了皱眉 说道 韩山哥 你说韩宇哥 会不会被战成宗的修者杀死了 胡说 韩宇哥怎么会死了 韩山眉头一皱 谋中略过一丝怒气 喝道 那你怎么知道 韩宇哥没有事情 外面的人可是都传说 韩宇哥杀了炼成宗的人 现在人家要杀他报仇了 那憨厚的青年说道 反正韩宇哥不会就这么死了 韩山被问得一阵哑然 脸色长红 旋即有些死脑筋地说道 不 那憨厚的青年 愣了愣 问道 那若是我们被海市宗族的人杀死了 他会不会替我们报仇啊 你放心 若是我们死了 韩宇哥一定会替我们报仇的 韩山这次倒是拍了拍胸脯 肯定弟说道 汉厚的青年 点了点头 旋即说道 希望 我爹 阿娘在太阎镇能躲过这一劫 听四姑说 太阎镇的族人都转移到了深山之中 应该不会有问题 韩山眨了眨眼睛 心头也是不由升起几分担忧 蒙望虚空 尼难道 若是韩宇哥在这里就好了 随着思绪涌上心头 在韩山的脑海中 依稀浮现出当年那被世人认为是废材的韩宇出手相助的那一幕 似乎只要这青年在一切困难都将成为过去 第679章怒火 呼 秋风拂过 已经升起了一丝良意 使得那守卫在韩府面前的韩山二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韩山哥 你说这邻家的人在里面进去都那么久了 怎么还没有出来 他们会在里面谈些什么了 汉后的青年 皱了皱眉头问道 韩冰 你怎么老是有这么多问题啊 韩山皱了皱眉 呵斥道 你难道还真相信他是来帮忙的啊 韩山哥 我 我还不想死 那韩冰支支吾吾的说道 我还没有讨婆娘了 瞧你这点出席 不就是一死吗 韩山白了一眼 韩冰说道 我还不是一样没有成亲 那小云还在等我了 被韩山这般呵斥 韩冰顿时陷入沉淫 不知说话 好了 你也别伤心了 大不了 我们从头来个 十八年还是一条好汉 韩山安慰道 韩山哥 你说人死了 真的可以往生吗 韩冰眸中金光闪烁 问道 你还真是问题多 韩山白了一眼韩冰 满脸无语 不再理会这家伙 一番言论 两人陷入了沉思 不知在想些什么 没有想到 我韩家竟然会沦落到这般田地 一道叹息之声 仿若在自虚无之中传出 呼 景阳城的上空 一身影仿若流光一般化过天际 旋即向着韩府的所在急速顿来 这道身形 自然便是寒雨了 他顿入景阳城上空 见到一片死急的城池 顿时感到诧异 当下神势蔓延开来 向着城中探测而去 一番探测之下 他也就发现了 韩家已经不在当年的所在 韩山哥 有流星 韩府上空一道破空之声突然响起 略露沉思的韩冰猛然抬头 惊呼道 底下囊囊什么 大白天哪有什么流星 韩山翻了翻白眼 漫步惊心地说道 整天被这么一个 问题少年纠缠着 他着实感到有些郁闷 咦 真有流星 韩山抬头一看 却有着一道流光化过天际 不过很快他眼瞳一缩 露出满脸惊叉 喝道 蠢蛋 那不是流星那是人 是高价修者 什么是人 高价修者 韩冰也是满脸错愕 定睛一瞧赫然发现那流星 越来越近 一道俊逸的身形请客呈现于视线之中 某路恍然 喝道 哎呀 还真是个人 有人 附近 林家那些驻留在街道两边的修者 也是猛然抬头瞅去 当见到一个身穿淡蓝色锦衣的青年 出现在头顶时 心头咯噔一跳 骇然道 天拉 凌空而行 这不是奥义修者方才有的神通吗 奥义修者 这里怎么会有奥义修者 莫非是海市宗族的奥义修者提前到来了吗 海市宗族的修者 不是后天方才能到达吗 林家驻留在此的修者呆立在地 满脸错愕的盯着那不断接近的青年 惊诧之声鼎飞一般震荡开来 一群乌合之众 也感气到我韩家 韩羽身形飘然落地 冷冷的瞅了一眼 林家的修者后 便静止迈步向着韩府大门走去 现在的他已经不屑于向那些低阶修者出手 韩山哥 这家伙这么年轻 不像是海家的奥义修者啊 韩兵身形战动 有所畏缩的向着旁边的韩山说道 这家伙 有些眼熟 见那青年静止向着韩府走来 韩山心头也是一阵慌张 不过定睛一瞧 却觉得来人似曾相识 几年不见 这小子还是那副模样 没有多大的变化啊 韩羽踏着轻盈的步伐 迎着台阶走到韩府大门前 瞅了一眼韩山后 不由暗暗一笑 当年的一幕幕 也是浮现在眼前 怎么 几年不见 你这小子 不认识我了 韩羽走上前 眼眸一眯 笑说道 李氏 韩山蒙鹿回忆 努力地将面前的青年 与自己记忆中的人融合 当乔的身前青年气息深不可测后 恍然大悟 惊呼道 你是韩羽 韩羽哥 呵呵 亏你这小子还记得我 倒没有白费 当初我替你出手 那次我可是为你伤了韩威啊 韩羽善善一笑 突然有着一种奇异的感觉 一想起曾经韩山也在韩家练舞场 还他一样苦修的情景 他就不甚唏嘘 当年税嫩的少年 已经长大成人 现在也有了各自的一片天地 往后或许他们再也难有交集 这事倒不仅要勤奋还得有机缘 若遇到机缘你不拼力争取 也将枉然 总之要想成为人上人 变得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这还不一定能走到终点 你是韩羽哥 你是韩羽哥 听得往事 韩山也是百感交集 眼眶之中 有着泪珠滑落 旁边的寒冰眸露雀雀之色 满脸小心地将韩羽给瞧着 韩羽哥 你可来了 大家听说你不在了 都来欺负我们了 就连那邻家也欺负上门了 韩羽哥 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啊 韩山擦了擦眼角的泪珠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 可以看出 这些天韩羽定然受了不少委屈 只不过是表面上强做坚强罢了 韩羽哥 你可要替我们报仇啊 韩兵也是热泪满框地说道 前些十日 我们和海家一战 可死了不少族人啊 是我连累了你们 见到两位族人满腹委屈的亲属者 韩羽感到一阵心痛 眼眶之中似有泪珠要滑落 当下深吸了口气 玄机拍了拍 韩山两人的肩膀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们放心 现在我来了 没有人可欺负你们 我说过 但凡感动我韩家 必将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所以这仇 定报 恩 有韩羽哥在 一切都好办了 韩山擦了擦眼泪 像一个小孩一样瞅着面前的青年笑道 这祸患 此次一定要彻底拔除 韩羽谋中杀鸡引路 心头暗蠢道 对了 韩羽哥 是才凌家的修者进了府中 似乎另有所图 你快去看看吧 韩兵说道 我知道 韩羽眸光一宁 说道 当初他神势扫视之下 赫然听得了韩山两人的言语 也略为知晓了此事 那快走吧 韩山推开大门 连忙领着韩羽向着府内走去 你们将最近发生的事情 细细道来吧 韩羽随着曲折的回廊 向着一处大厅走去 同时也听着韩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徐徐道来 那小子 是韩羽 他不是死了吗 等凌空而行 这家伙似乎踏入了奥义境啊 韩羽和韩山等人的言论 被一些耳间的修者听得后 顿时引起了一片哗然 林家的修者相视一眼 都在各自的眸子中露出了一抹惶恐 顿时彻也不是 流也不是 要知道 奥义修者在大秦王朝 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他们这些小城之中 难得一见 突然出现韩羽这尊大神 他们岂能不惊慌失措 韩府大厅之中 林生及林家几位真武修者端坐在侧 眼眸之中隐约有着一丝轻挑之色 当初他们在锦阳城乃是首屈一指的势力 可自从韩家崛起后 就成为了二流势力 一直被压得喘不过气 可现在终于轮到他们翻身了 怎么样 韩小姐 你想清楚了没有 只要你将韩家的大半产业 移交给我们林家 我们可替你韩府暗中收留一些后辈血脉 将之抚养成人 虽然无法挽回韩家落败的局面 不过能保留一丝血脉 总比灭族的好啊 林生眉头一挑 趾高气扬帝说道 在大厅的守卫 坐着韩子轩及韩锦安两人 右侧坐着韩家的一些中年修者 此刻 他们神色凛然 阴沉的有些可怕 却久久未曾吐出一句 似乎他们也知道 韩家此次所面临着何等劫难 大哥 你看此事怎么办 韩子轩但眉促了促 玄机瞅向旁边的韩锦安说道 在一个月前 海市宗族骚然来袭 打了韩府一个措手不及 虽然有着欧阳府及成竹府鼎立相助 可韩子轩也受伤不轻 此刻战利瑞姐 已经武力带领韩家族人 撤出锦阳城 再者 海市宗族在溃败后 一位半步傲义修者坐镇锦阳城 虽也受伤 却也不容小觑 加上海市宗族 发出风声 扬言此次是炼臣宗暗中支持 韩宇也被炼臣宗所斩杀 欧阳府的修者闻言 顿时举棋不定 不再出手相助 使得韩府陷入孤立 另外 海市宗族的修者 在第一进攻溃败后 已经派人前往海市宗族 邀请出他们那闭关的奥义修者 亲自出手将韩家连根拔除 现在韩家已经处于为王之计 如何保存血脉俨然成为了几位长者所考虑的头等事情 呵呵 若是你们不相信我们邻家的话 大可以让一些年轻女子嫁入我们邻家 如此一来 你我两家有了这种关系 难道还怕我们不对你们的后辈子弟负责吗 邻声眸中金光闪烁 眼角余光丑相 那脸色略显苍白的韩子宣时 不由露出迷离之色 心头暗存 这韩子宣虽说已经年近四十 不过美貌依旧 风情由盛妙林少女 听说她还未出嫁 若是能得知 可真是人生一大幸事啊 只可惜 她是海市宗族必杀之人 林声谋鹿狭想 失落的摇了摇头 我韩家的血脉还犯不着让你来护持 阁下还是先想想 怎么保全你的性命吧 一道冰冷的声音 默然由听外想起 是谁 林家的修者心头咯噔一跳 一股寒意顿时有骨子里悄然滋生 第六百八十章写的代价 冰冷的声音之中 充满了寒意 似有着一股无上的威严弥漫开来 让人不容置疑 大厅中的气氛似乎被那股寒意所凝固 所有人羞着都屏住了呼吸 满脸错愕的向着听外瞅去 这声音 这口气 好声熟悉 难道是 韩子轩伸着脖子 盯着紧闭的厅门 眼波流转 似有所思 嘴尖尼南道 若是他 或许一切可迎刃而解 可是他怎么会来此了 他现在应该在天南战狱之中啊 韩子轩将那激动的心情压制下去 苦涩一笑道 若是他没有死 此刻也该去了月宫之中了 以后或许他知道了此事会为我们报仇吧 不是他 那是谁 旁边的韩锦安满心疑惑 反问道 这 韩子轩一时语色 他们韩家也就只有这么几个实力尚可的修者 能说出这般气势话语的人 可就这么两人啊 鸽之 紧闭的厅门被缓缓推见 木门的摩擦之声刺耳般传入耳机 呼 在此刻 大厅之中 韩家和林家的修着眼睛眨也不眨的将那大门给盯着 仿佛整颗心都被提到了嗓子眼里 紧张之色异于眼表 会是谁了 林声抿了抿嘴唇 身子有着不安的在椅子上微微挪动 已掩饰着心中的紧张之色 那有些颤抖的身子 却是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现在的惊骇 那青年声音之中 那股无上的气势 已经让他们这些真武修者 心寒胆战 呼 紧闭的厅门终于是被推开 一道刺眼的光线折射而下 众人不由眯了眯眼睛 手心之中 有着汗水溢出 跌搭 轻缓的脚步声随着大门的开启传出 旋即一个身穿锦衣的青年 便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青年身形挺拔 一张俊逸的脸庞之上 似有着寒霜弥漫 一丝沙翼引路 见眉之下 一双漆黑的眸子 仿若那浩瀚心海 让人看不清边际 依稀可以看出 青年眉宇之中 有着一丝沧桑的印记 略带着一丝冷漠 似看多了生命消失 对于一切都看得忌惮 不难想象 在此人眼中 生命或许已经变成了蝼蚁 随手捏杀却不会有着一丝动容 这人是谁 望着这突然出现的青年 铃声等人如坠冰枯 寒意揍声 似有着一股死亡的气息缭绕在身 他是 寒英等人紧盯着 那缓缓迈入大厅中的青年 眉头一弯 那紧握着椅子壁的手掌 突然出现抖动 咪喃道 他莫非真是 你是羽儿 谭子轩眼角也是忍不住一阵抽动 再细细的打量了一下 那青年之后 豁然起身 有些占英帝说道 羽儿 你是羽儿 谭景安猛然起身 激动不已 眼眸之中有着泪花闪烁 若说先前凭借那声音语气 他可以猜到一二 却不敢确定 此时乔的这青年 虽然模样有些变化 当年志气已经退去 可是轮廓依旧 与知当年的模样对照 此人不是韩宇是谁 姑姑 大伯 羽儿来晚了 望着那真情流露的亲人 韩宇心神一颤 只觉体内有着一股暖流流进心田 将之紧紧缭绕 似有着一丝幸福之感悄然滋生 李果然是羽儿 韩子轩眼眶之中泪花终于是忍不住夺框而出 有些战斗的身躯脉步而出 向着大厅中的青年快步走去 快 让姑姑看看你 果然是羽儿 韩景安也是激动不已 连忙快步而去 羽少 没有想到羽少竟然回来了 他没有死 大厅右侧 韩英等人也是满脸激动的站立起身 向着厅中青年簇拥而起 众人那几十年未曾有着泪花闪烁的眸子中 在此刻 竟然激动的有着泪水溢出 两年多没见 你长高了 也多了几分沧桑 想必在外面受了不少苦吧 韩子轩轻抚着青年的脸颊 唏嘘道 我一切都好 韩宇心深吸了口气 努力不让自己留下激动的泪珠 眸光一转 说道 我父亲了 你父亲 韩子轩唯唯一愣 旋即玉手垂落 说道 三哥 他在去年就已经离开了韩家 离开了 韩羽谋路迷离 你难道 他怎么会离开了 你回来就好 此事容我们往后再慢慢告知你 韩子轩平复了下激动的心情 旋即玉脸之上 一众寒霜缭绕 眼角的余光 不由丑了一眼 端坐在大厅左侧 正局促不安的凌家修者 我这次来一定会将这些祸患彻底清除再走 韩羽眸光一转 眸子之中 杀意引路 那直地有声的话语 让得凌声等人身形一颤 谋路惊骇 这家伙 正是那韩羽吗 他不是被炼成宗的修者杀死了吗 凌家修者 望着那突然出现的青年 只觉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好像身处幻境 阁下 想必就算凌家的掌权者吧 韩羽眸光如刀 似可杀人于无形 冰冷的话语落下 一股无形的气势蔓延开来 让人不容抗拒 在下 不 我正是凌家的当家的凌声 凌声心神一颤 全身贪软无力 满脸惶恐的硬道 赤财 就是你想要我韩家的产业 韩羽眉头一扬 说道 这 韩公子误会了 小人只是想掠尽棉薄之力 帮韩家接管下产业替韩羽收留一双 以后将韩家后辈子弟抚养成人后 再将之交给他们 凌声惶恐不已 当下心思电转 低声下气弟说道 那我还该感谢你的好心了 韩羽眸光一宁 说道 不敢 能为韩家尽力 是小人应该的 哪敢贪图什么啊 凌声冷汗淋漓 净若寒蝉 必说道 在这青年的气势之下 凌声只觉自己犹如蝼蚁 连动弹之力都没有 似乎对方只要一个念头 就可取他性命 于少 你别信他所言 自从海家放出风声说 海市宗族的奥义修者将亲自 对我韩家出手 紧扬成个方式力 就立刻与我划清界限 若不是忌惮四小姐 他们早就已经强行夺取了 韩英等人冷冷的瞅了一眼 凌家的修者说道 他们这点小把戏 我自然清楚 韩羽耸了耸肩 说道 这凌家来死 口头上说得好听 替韩家秘密收养一些未曾在外界露面的幼年子里将之抚养成人 可谁都知道 这不过是说辞罢了 海市宗族岂会容忍韩家的血脉活着 韩公子 你别误会了 我们真恶意啊 凌声脸庞抽搐 连忙姐说道 我可以发誓 若是我对韩家有半点不轨之心 就让我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凌声说得铿锵有力 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 那无辜的神情 极为逼真 韩公子 我们都可以发誓 凌家的其他修者脸色变幻纷纷附和 韩宇哥 你可别信他们 韩山及韩冰山前两部说道 他们来此之时气势汹汹 可不向来帮忙的 这 凌声等人一时语色 后悔不已 说道 韩公子 你大人大量 就饶了我们吧 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 此次海市宗族来袭 我们也是想趁此捞点好处罢了 不然这些东西也会被别人分食的啊 凌家的修者后悔不已 本来以为韩家必倒 他们庞大的产业定然将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 至于海市宗族已经今非喜比 自己的产业都人手不够 难以支撑 海市宗族的人就算灭了韩家也不会插手此间的产业 若此次能获得一些韩家的产业 景阳城的那些势力 他们还是有着应付之力 不想此次韩羽杀来 完全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我曾经说过 但凡敢犯我韩家的人 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可是你们便没有将之放在心上 我想这次也该让你们知道 我韩羽说出的话 不容撼动 韩羽话语冷淡 眸光无情地扫视着凌家修者 一字一句地说道 若有人敢犯 必死 冰冷的话语自青年口中传出 整个大厅之中似乎都蒙上了一种无形的压抑气氛 当那的死字吐出后 林生等人面如死灰 眼眸之中尽是绝望 呼 见到韩羽话语冷漠 毋庸置疑 韩子轩等人都是不由输了口气 这青年还是和以前一样果决 如此他们也没有什么好担忧了 在死之前 我再奉劝你们一句 下辈子可要记住 有些事情在做之前可要考虑一切不利的后果 韩羽谋路冷逸 旋即神势移动 磅驳的精力波动 便向着林家六位修者倾覆而下 不要啊 磅驳的精力波动弥漫开来 让人心寒胆战 林家的修者纷纷惊呼 呼 两个距离大厅门前较近的修者 不带韩羽动手 身形就已经略出 可在精力弥漫下 他们心神一颤 脚步突然停滞了下来 一个个满脸惶恐的将厅中的青年盯着 犹如看到九幽煞星 于少的修为竟然精进至此 这该是何等境界啊 见到林家几位修者 在韩羽精力波动之下 身形犹如被凝固 无法动弹 韩家的修者都是露出满脸惊叉 与此同时梅羽间一丝舒心的笑意 也是随之蔓延开来 这次我们韩家有救了 刷 韩羽神是一动 磅驳的精力波动便侵入林家几位修者 可宁完功将之心神正愧 有五名修者立即弃绝 东 林家几位修者身无伤痕 却在满脸惶恐之中 就此弃绝衰落余地 如此诡异的一幕 让听中所有人为之惊骇 韩羽依然留着林家一位修者没有杀 此人望着几位瞬息弃绝的族人 惊骇的屁滚尿流 正满脸惊恐的将面前那犹如死神给紧紧的盯着 不妙 Unsung 心头 grave 心头嘀喃道 他还是人吗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